龙香屁俩的山村中突然出现一座钢铁堡垒 里面的士兵不仅装备精良 就连使用的武器也没有人见过 只因你穿越成了大全朝的小县令 为了不让北梁县的百姓受苦受难 你凭借着自己前世的现代化技术 不仅把平级的山村改造成了钢铁之都 城中之人更是人手100AK47 甚至城墙四周也全都布满了神机大破 而今天也刚好是北梁县一年一度的大跃离 也是信赫北梁县人口突破百万大关的重要清理 然而正当你打算出门 简约这五年的城堡之时 曾经被你睡过的大前女帝 竟然带着娃娃出上门来 此时一个牙役匆忙的跑了进来 大老爷 外面来了一个仙女 可漂亮了 大眼睛额淡脸 身材更是前凸后翘的 比咱北梁县的第一美女还要漂亮三分乐 听得此话 连你都忍不住想过去看看那女人究竟长什么样 可就在这时牙役突然叹了空气 可惜她还带着一个奶娃 说是来找孩子爹的 多好的女人啊 怎么就被猪给滚了 你听完心态都崩了 踹了她一脚 你说话能不大喘气吗 还有 找爹竟然来县衙 老子这辈子最瞧不起的就是抛弃弃子的渣男 你让曹师爷去做备案 一会儿约完兵我马上回来 说完你快不离开县衙 而此时 赵坚家做完备案后 牵着女儿走出了县衙 看着这一对俏丽的母女 周围的行人都好奇的不行 可赵坚家冷傲的气场太强了 根本没人敢凑紧 走在街头 她脑海中五年前的记忆犹如潮水般涌现 那一年父皇驾崩尸骨未寒 宰相勾连妖妃发动宫变 她被迫逃离皇宫 为躲避追兵刺杀逃到了北梁衔 却不幸被奸贼下了魅毒 要不是那个男人施酒 自己怕是早就被那些奸贼给欺负 她眼中闪过一丝厚膀 背后也冒出了一层饱汗 可想到那一夜自己也信得是否 原本犹如冰山一般的俏连也多了一丝烟弧 不过他们身份悬殊 她肩负重任 注定不可能在一起 后来她重回皇宫 在忠诚的拥护下夺回了大权 以女帝之名号令天下 然后她就发现自己有了这个小东西 眼下天下大乱 战士四起朝堂危机 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再加上女儿每日思念爹地 她才下定决心带女儿再次来到这边连线 她低头看着身旁那个粉雕玉镯的小东西 眼中满是温柔 娘亲 你看那里好像有你的话 欢欢指着不远处的寻人启事说道 可娘亲并没有理会她 因为这时候 前面出现了一对衣着不伦不类的人 路上的行人请站在道路两边 大阅兵即将开始 请不要阻挡阻挡阻挡 这些人手里拿着一个类似喇叭的东西 大声提醒周围的行愿 赵坚家回过神来 眼中满是不解 五年前的北梁县是什么样了 她比谁都清楚 恶嫖遍地瘴气同生 除了流放的罪犯 便是在山间生活的蛮人 而现在 那树丈高的城墙甚至超过了皇宫 宽阔的道路好像是一整块巨大的巨石冰口 她实在是想不通 上哪里去找这么大这么光滑的石头 就算是皇宫也不过如此了 她甚至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 而且她刚才还看到有人拉横 上面写着 热烈祝贺北梁县人口突破百万 赵坚家感觉自己脑袋都不够用 京城的人口才勉强九十万 你一个边腿小城人口竟然突破百万 假的 肯定是假的 这里是北梁县 不是京城 赵坚家眼中闪过一丝探究 这北梁县究竟经历了什么 还能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娘 好热闹呀 这里比京城都热闹了 欢欢大眼睛里满是兴起 连方才看到的话也抛到一边去 赵坚家抱着她走到了一步 周围人都在谈论着这一次的阅兵 最新款的兵符子真俊 我家小子今年过了体检当了护卫兵 去我家提心的姑娘都踏破门槛 一个大娘骄傲的 周围人眼中都露出了羡慕之子 这算什么 我女婿还是大老爷的亲卫队呢 一会儿阅兵就能看到她了 哗 众人都向那个大娘头去了极度的神奇 谁不知道大老爷的亲卫队 是精锐中的精锐 无论福利还是待遇 都是北梁县最顶级的 哎 可惜大老爷要求太阎了 要不然 这城里哪个儿郎不想替他老人家效力 周围人又是一阵叹息 然而赵坚家确实眉头紧促 为县令效力 不是应该为国效力 为自己效力吗 他一个县太爷何德何能 赵坚家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 莫非这县令是奸臣扶持的后主 所以这么久了 自己在京城都没半点消息 他眼中闪过一丝寒暴 紧跟着一个红光满面的中年男人 走到了他身边 小声道 陛下 奴婢回来了 在外面叫我小姐 老奴嘴贱 马三宝抽了自己嘴巴自己 调查的怎么样了 为小姐 这北梁县处处透着古怪 虽说是县城 但人口却高达百万 那城墙并不是咱们想的那样 而是实打实用三合土胶筑 砖块累器 那里甚至还欠了钢铁 比金师的城墙还要坚固 这些我都知道了 怎还打探到什么更隐秘的事情 有 马三宝压低了声音左右看了看 有些紧张得到 这北梁县县令还组建了三万精兵 百明了就是要造反了 小姐 咱必须做好准备啊 赵监家心沉了下去 三万精兵 果然所图不小 像北梁县这样偏僻的小县大全有多少 他不敢想了 我之前过来 这里人口就两千多人 他们又是如何在五年间将人口翻了五十倍 马三宝苦笑一声 这老奴也问了 他们都说是被吸引过来 老奴花了十两金子才撬开一个人的嘴 那人说 这里的县太爷隔三差五就打劫过往的伤 还将方圆百里的百姓全都掠劫到这里来了 就连山上的土人那股东西也不放股 全被抓下了山 您看 那个穿着花皮兽衣的就是土族人 马三宝指了指不远出那个皮肤有黑 个子矮小却精壮的男子说道 好啊 剑阅修筑城墙 旁逆四兵打家结社 勾结蛮人意图谋反 简直是最无可赦 赵坚家气得浑身发颤 边关总兵张威是被这人给收买了 还是说他也参与了其中 马三宝苦笑一声 老奴暂未了解 小姐 这里太不安全了 咱们还是走吧 晚了封城就走不掉了 不 我不走 赵坚家冷声道 不入虎穴阉得胡子 若是我没来这北梁县 到时候贼军的刀架在我脖子上 都不知是怎么回事 眼下记忆查出这里的问题 尽快调遣安卫过来 先调查清楚这狗关的背底 这北梁县是不毛之地 能养活百万人口 必然有渠道运送粮食过来 我甚至怀疑这狗关勾连了敌国 这里可是大前的门户之地 一旦被敌人从内部攻破 将会不堪设想 小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您跟小姐先走 让老奴在这里 不用再说了 我一一决 赵坚家深吸口气 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了声音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今天 是咱们北梁县一年一度的阅兵大力 在这个欢庆的日子里 本府还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咱们北梁县总人口突破百万 那一瞬间 整个北梁县城都沸腾了 令君万岁 北梁县无敌 男女老少都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 那场景 就像是狂热的信徒在前城的摩拜神佛一样 马三宝不含而立的道 小姐 太邪了 那狗关在广场发言了 这里起码相距三百米 咱们居然听得一清二楚 赵坚家叹了一眼顶上的大喇了 若有所思 但内心却是越发烦躁 本来只是带欢欢来找那个男人 弥补他的遗憾 却没想碰上了这样的事 万岁 他怎么敢 这狗关造反之心显露无遗啊 好一会儿人群才逐渐消停 那洪亮的声音再次响起 废话不多说了 狼蛋 昂首挺胸 让北梁县的父老乡亲们都瞧瞧 咱们护卫北梁县的决心 开始阅兵 为令军大人服务 为北梁县百姓服务 前方传来整齐华一的声音 隔着几条街道 都能感受到那澎湃无敌的气势 未见其面先闻其声 便觉得一股肃杀之气迎面扑来 街道两边的肋骨手 开始有节奏的敲打起 一下一下子 仿佛敲击在大家的心坎上 赵建家都不由的精神一阵 周围人更是翘首一盘 他们手里挥动的不是大前的国旗 而是北梁县的县起 娘 抱我 我要看阅兵 小组宗位 老奴驼宁 马三宝急忙蹲下 将欢欢驼驼在了肩头上 好高啊 好多人呀 欢欢高兴的鼓掌 看着前方的黑影惊呼道 娘 您看那边来了好多人 顺着欢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一群身着怪异服装的士兵 迈着整齐的步伐而来 踏踏踏 那脚步上 顺着鼓点的节奏 让周围人的都欢呼起来 那横竖斜看都一条竖线的方阵 让赵建家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竖起来 精锐 这是精锐中的精锐 就算是他亲自训练的大前第一位 都远不如这一只方阵 而这样的方阵还有很多 他居然一眼看不到头 看着一个又一个方阵从眼前掠过 赵建家呼吸都急促了 胸口也剧烈起伏起来 这些他一定要想办法拿在手里 有了这些 说不定大前就能够扭转乾坤 他又何必怕那些人 整整小半个时辰 所有方阵掠过 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散去 而是原地待命 双岩 肃木 军人的神圣在这一刻展现的淋雨禁止 原本吵杂的众人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看向一个地方 那是方阵来时的方向 赵建家也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 还有方阵王 就在这时 头顶的大喇叭再次响起 所有方阵出列完毕 请尊敬的令军大人检阅 请令军大人检阅 所有士兵齐声高喊 百姓也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 请令军大人检阅 那一刻 他们眼中满是敬畏和欢喜 似乎在迎接着他们的王一般 这让赵建家很不适滋味 明明他才是皇帝 凭什么 这狗官肯定是有能力的 到时候抓了他 若是他老实交代一起 朕还能饶他一条狗命 若不然 就只能下狠手了 这一刻 赵建家居然起了爱才之心 这念头冒出来 他自己都觉得荒唐 百万人口的北梁 现在此刻压去无声 紧跟着远处一辆大车 在九匹大马的拉洞下缓缓驶来 而车上站着一个人 那人身姿挺拔风神俊王 头发油光正亮 看起来格外的英俊 你叹了口气 不是你想这么骚饱 你明明交代的 随便弄个车就行 结果监造局 弄了个九匹马 才拉得动的大车 算了不管了 帅就完了 你扫尸着治下的百姓 这一刻 你的内心涌现出 无比强烈的满足感 同志们辛苦了 不辛苦 领军更辛苦 同志们晒黑了 领军更黑 马车缓缓走过人群 将是百姓无不狂欢 赵建家属了一下拉车的马 子死咬着嘴唇 小小狗官 好大的胆子 天子才嫁六 他居然敢嫁酒 哎哟 小祖宗 您别蹦的 摔了可咋办呀 马三宝紧紧的抓住欢欢 在那儿呢 娘 爹爹在那儿呢 欢欢急得不行 但是他声音是太小了 周围人呼喊声 将他的声音掩盖了 赵建家也回过神来 心中大震 欢欢 他 他在哪 在那里呢 欢欢朝着被人群包围的泥址 过去 但是这时候人群沸腾了 直接把马三宝挤到了后面去 赵建家急忙将欢欢抱在了怀里 宝贝 没事吧 没事 爹爹 娘 爹爹是不是讨厌我 赵建家也顺着欢欢手指方向看去 只看到了那个狗官的后脑手 他也没觉得孩子说的父亲是那狗官 莫非那家伙加入了狗官的造反队 或者在对面的人群之中 他急忙问道 欢欢 你是在哪看到爹爹的 爹爹就在那边呀 欢欢扭头一看 发现你已经走远 急得直哭 不见了 爹爹不见了 爹爹不要欢欢了 赵建家深吸口气 欢欢 爹爹可能在忙了 没看到欢欢 等忙完了咱们找爹爹去 他见到欢欢肯定会开心 真的 小姑娘止住了哭泣 娘什么时候骗过你 赵建家叹了口气 随即眼神又是一冷 这些刁民实在是太无知了 居然将一个逆贼奉入神明 可见那狗官有多么擅长操弄人心 他不仅要杀了这狗官 还得想办法租了这狗官的酒 而此时人群也平息了起来 赵建家刚准备后退 紧跟着大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巨大的鸣笛声震的人耳膜生疼 马三宝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还是将两女护在了怀中 不好是警报声又有嫡袭了 周围的百姓眼神一变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时候一个老者站了出来 乡亲们别怕 有令军大人和护卫军 再强大的敌人也会被打垮 对对有令军大人在 不管是谁都会被女子 原本有些慌张的百姓 很快镇定了下来 很显然 他们对这位令军大人的信任 已经达到了足以交付性命的地步 赵建家一听嫡袭也是紧张了起来 不好的回忆涌上心头 马三宝更是吓得不行 嫡袭了 快跑啊 别堵在这里了 周围人看到马三宝这怂样也是发出了笑声 一个大娘道 你是外地来的吧 别紧张 这几年俺们北梁县碰到的敌人 没有十万也有八万了 被嫡袭更是家常便饭 只要有令军大人在 谁也不可能攻破城池 咱们别慌 该吃吃该喝喝 哪怕守在城里一两年不出去 也不怕断了粮食 对 别吓着孩子 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引导咱了 周围人都极力安抚着马三宝 话音刚落 顶上的喇叭上再次传来的声音 诸位 蛮人部落领兵十万来袭 请各位居民有序的离开阅兵现场 前往附近最近的避难所 老人 女人 幼儿优先撤退 令军大人让我转告诸位 蛮人胆胆在今日冒犯 破坏了一百万相亲的好心情 那就是和令军大人 和一百万相亲作对 令军大人必将来犯者击垮闪神 胆胆放我北梁者 虽远必诛 出现了很多身穿黑色制度 手臂戴着红袖章的人 快 战争马上打响 快去避难所里 众人不见慌张 因为他们有无敌的护卫军 又有神明一般的令军大人 像赵坚家这样带着孩子的 都是最优先撤退 马三宝也跟在其中 咱们这是去哪啊 别慌 跟着大家去就行了 赵坚家沉着冷静 内心却是无比的震动 战争来临时最苦的是谁 是百姓 而北梁县不仅在第一时间告诉百姓 带着百姓撤退 在此刻 他却看到了北梁县对百姓的态度 这是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的态度 他内心突然闪过一丝惭愧 探向城墙方向 陆续有士兵冲上了城墙 他希望内狗官能够打退敌人 保住这一城的百姓 若你赢了 正不杀你九卒 只杀你一人 骑柄令军大人 蛮人的狼骑位已经抵达十里坡 最多半个时辰就能兵临城下 顾卫营已经布防到位 顾兵营已经到位 火枪营已经到位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参与大阅兵的士兵就已经完成了布防 城下骑兵整装待法 每一个人都在检查自己的武器和弹药 只等着你下发命运 报 张总兵的人马还不见踪影 一个赤后跑进城楼里 单膝下跪道 你微微皱着眉头放下手中的茶杯 也是一阵冒火 这些蛮人趁着大庆典的时候来工程 还真他娘都会找时间 你并不在意这些蛮人 甚至这一次大阅兵后 你本来就打算去找这些蛮人算长 北梁人口破百万 你想尽一切办法收买他 要不是他帮忙遮掩北梁县的事情 找他娘的统姑出去了 自己岂能这么潇洒 这几年你们也处成了兄弟 这一次大典你克敌要求他 张威也回了信 和大典都结束了依旧没见到他的身影 你并不认为是张威放了自己鸽子 那么只有一种骨 张威出关的消息被泄露了 凡人看似席城 实际上是冲着张威去了 砰 你猛的一砸桌子 把事后小队的人全都派出去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事后匆匆下去 你走出城楼扶着城朵南南道 张老哥 但愿是我多想了 要是你真的有事 我用蛮足十万士兵的命给你陪葬 大老爷 我去把这些狗娘养的给砍了 你的身边一个手提半丈狼牙大棒的汉子 气呼呼的 他留着机关头 伸了一副三角眼 满脸的横肉看起来凶神恶杀 就是那斗鸡眼破坏了彪悍的形象 看起来憨憨的 他原叫大鸡 是土族人一个部落的首领 因为身材高大千生神力 靠着打家劫舍过日子 被你收复后 忠心耿耿地担任切身护卫 你赐鸣 英年 满足十万兵 狼骑卫就有三万 这里一马平穿 是骑兵的天下 你砍杀的了几人 另一边一个身穿黑红净装 手里抱着斩马刀的女人说道 女人身材净宝 那一双修长的大腿匀称又结实 小麦肤色的肌肤看起来格外的健美 特别是那细长的眉毛微微的上额 犹如良病常见 看起来阴气逼人 就像是灵青峡板的东方不败一样 红姑说的没错 又不是单挑 个人武力用处不大 红姑 军一营的人准备好了吗 为大老爷 准备到位了 随时准备营救伤员 红姑恭敬地说道 就在这时候 你从望远镜里看到了前方的滚滚熔烟 瞒人来袭了 全军准备 宽阔的城墙之上 将士们毫无聚所 他们都是血于火中淬炼而成的勇士 莫说十万大军 就算是百万敌人 他们也面不改色 第一陷阱 巨马布置到位 第二陷阱 剃刀线布置到位 第三陷阱 地雷阵布置到位 全军准备到位 一道又一道声音传进一道耳中 他们突破第一道防线了 他们突破第二道防线了 他们闯入地雷阵了 轰隆 那一瞬间 掩埋在地里的地雷 犹如约好一般被炸响 行为之声不断于耳 身披重甲的马 蛮族骑兵 都纷纷栽倒在地上 好 干得漂亮 你攥紧了拳头 又抬了抬手 火炮迎先不要动 让他们再深入一点 免得跑了 等他们彻底突破了第三道防线后 你一个手势 开炮 轰轰轰 城墙之上 几十尊象征着这个时代 最顶尖工艺的大炮 气急发生 炮弹以蛮横的姿态 冲进了人群之中 炸得狼旗位人养马斩 对 就是这样 炸死这些狗娘养的 你一边骂一边 用望远镜观察战场 来自火力的碾压 快速退去 紧跟着你在满市 硝烟的战场上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北梁关总兵张薇 他和他的亲兵 被狼旗为五花大绑 推上了前线 你一愣 随即大喊 停火 快停火 众人杀得正确 可听到你的命运 也只能按那杀星停了下来 硝烟还未散去 你心却沉了下去 只见蛮人狼旗 为终一人一起 冲到了北梁城墙下 高声道 北梁关总兵张薇 在咱们的手里 想赎回他 把你们北梁县的火器 筒筒交出来 狗娘养的蛮人 有本事堂堂正正来战 用俘虏妖邪算什么本事 邻军大人 万不可上了蛮人的当呢 蛮人狼子野心 若是获得了咱们的武器 后果不堪设想 众人一边喝骂 一边向你劝说着 鹰眼挥舞着一人高的狼牙棒 哎呀 我要把蛮人首领的脑袋 砍下来当尿壶 红肚冷静跑 大老爷不要上网 你抿着嘴没说话 只是稍稍抬手 那一份甜鹰的将士 都纷纷安静了下来 来报信的蛮人 骑兵趾高气昂的头 入圆狗贼 这可是你们北梁关的总兵 我们若是送给大警或者大侠 到时候可就不是这个家 你要是见死不救 一旦传开 你们朝廷也会派人下来收拾 这家伙与我们蛮族作对尸体 要不是他咱们早就拿下北梁关了 你拒绝正好 咱就 你别他娘的说废话 你冷冷的打断了他 把张总兵和他的亲卫送过来 一手教人 一手教货 那骑兵都傻了 他准备一大通话还没说完呢 你居然答应了 你别他娘的傻诈 谁不知道你这个狗贼诡计多短 骑兵怒声道 先把咱们要的东西送过来 城墙之上所有将士都气得咬牙切齿 运送手成物资的名夫眼中也满是愤怒 大老爷 不要上当 若把东西给他们 张总兵就危险了 蛮人不讲诚信从不守约 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他们都懂得道理 你作为一线之长怎么能不懂呢 就在这时被绑成纵死的张威悲愤了 陆老弟别管我 我死了就死了 武器千万不能让给他们 张威这辈子杀得够本了 跟你做兄弟是我的荣幸 若有来生 张威还做你兄弟 陆令居 我们不怕 张威身边的亲卫齐齐大声喊道 我等宁愿死在令军手中 也不愿死在这贼军之手 请令军下令诸贼 他们人不多 但视死如归的气势却足以震动赏仓 让北梁县所有人动我 他起了喇叭高声道 我陆圆不信鬼神 不信苍天 不信来生 要做弟兄就这辈子做 张老哥 你等着 我这就来救你 但凡有人敢伤你一根好毛 我血洗了蛮族 木老弟 张威惭愧地哽咽起来 那些清君更是痛哭流体 狼奇为万户长赛哈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他毫不怀疑你的实力 若真的伤了张威 那必然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这不符合蛮族的利益 他也让人送来了一个懒的道 陆令居 我是赛哈 狼奇为万户长 只要你给我们想要的 任我们不伤分厚 保证再不侵扰北梁姐 狙击手锁定赛哈 你做了个手势 一号狙击手已经锁定赛哈 听到回话 你点点头 行贼先行王 你一直想杀了这狼奇为的灵魂人物 这一次赛哈主动现身 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你脑海如箭成形 赛哈 放了张总丁 东西我给你 你回答 赛哈眯起了眼睛 看着高楼之上的你冷笑一声 陆令居 你可不要给老子耍花样 正如你说的那样 张总兵很值钱 要是我见死不救的消息传回京城 朝廷必然会派人来收拾我 该怎么选择我当然明白 你淡淡一笑 人是你抓的 条件也是你粗的 我答应了 你难道害怕了 赛哈 要不是拿着张总兵威胁 今天我要你们所有人一个不胜留在这 真把老子给逼急了 到时候鱼死网破 把你们都给灭了 老子就上报朝廷 说是张总兵带兵为奖 赛哈沉默了一会儿 北梁县的实力在他看来 比北梁官还要强得多 他有胆子跟北梁官硬炮 却没胆子跟北梁县来硬 好 那我要大炮师尊 遂发枪百胆 千里进一百个 轰天雷一万发 最后将制造配方写一份给我 赛哈狮子大开口 把北梁县所有军民气得不轻 可你听后却是头 所以一手交人 一手交货 先交一半 给你们一半人 电货确认无误 再给另一半 赛哈谨慎的说道 所以你回道 大老爷 不可呀 凌军大人 我们愿意出去跟他们死战 所有人都急红了眼 可仍旧无法动摇你 张威热泪盈眶 陆老弟 都怪我呀 我是罪人 是大钱的罪人啊 好 陆令军就是爽快 老子喜欢你 赛哈大笑一声 随即从里面挑出一半人 让手下送过去 以表诚意 你则是飞快的让人准备物资 看着被送过来的清军 你让人用吊篮将他们吊了上来 一上城墙 他们就跪在陆你面前 不断地抽自己的脸 陆令军 我们该死啊 然而膝下有黄金 快起来 老子现在没空管你 别哭哭啼啼地让我心烦 你摆了白手 这时赛哈又道 陆令军 老子的诚意已经送到了 该你了 你也急忙让人将一半的物资送了下去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 蛮人骑兵兴高采烈地将物资运 看着运送过来的物资 赛哈兴奋的眼珠都红了 好 太好了 有了这武器和配方 蛮族人将再次伟大 他拿起一个轰天雷点燃 然后猛地抛向远方 轰隆一声巨响 震得战马纷纷斯鸣起来 好 哈 陆令军果然是可信之人 这剩下的物资和配方可以交换了 赛哈致使了一个眼神 随即剩下的人押送张薇朝着城墙过去 眼看你将物资从城上掉下来 他也是激动地浑身发颤 可就在自己的人抵达城下的时候 赛哈却浑身一震 紧跟着脑袋 不知被什么东西给中击了一般 直接给炸开了 赛哈的尸体重重地从马背上摔了下去 狼旗卫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赛哈倒在地上不省人士 万户长 一行人惊慌不已 急忙过去搀扶赛哈 可他们的万户长连天灵盖都炸开了 早就死得透透的 在同一时间 那些押送张薇的狼旗卫也是猛的浑身一震 扑通扑通 无一例外都从马背上落了下来 他们每个人都是被一枪爆头 根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一号狙击手击杀成功 二号狙击手击杀成功 三号狙击手 听着耳边传来的声音 你也松了口气 这是你最新成立的狙杀营 没想到刚成立就派上了大用场 解决了危机 然后你又在第一时间大声喊 开炮 轰死这些狗娘养了 听到你的传令 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护卫军 以最快的速度装填上的 轰轰轰 密集的火炮骑射 连弩冲天而起 带着愤怒俯冲而下 快 派人下去把张总兵救上来 我去 兵眼拉起吊绳 在手腕上缠绕几拳 滴溜着狼牙大棒 飞快地冲了下去 我也去 其他人保护好大老爷 红姑拿起吊绳 缠绕在自己的腰上 也是飞快地冲下了城 你们两个小心一点 你也是着急 眼看狼气未准备撤退 你也是急了 快快 打开城门 北凉虎骑兵出动 轰隆隆 沉重的城门缓缓开启 一线虎骑兵早就饥渴难难 当城门打开的一瞬间 他们犹如下山的猛虎一样 新潮出动 莫刀未截阵冲锋 虎虎虎杀杀杀 众人的杀意犹如形成了实质 让人敌人窒息 你更是拿过肋骨手里的骨锤猛地敲击起来 大破蛮族 就在今日而浪漫 除恶无尽 冲锋 咚咚咚咚 看似瘦弱的你 衣服下却满是精壮的肌肉 在北凉县五年 所有人都认为你是文弱的县令 可只有你自己清楚 自己为了保命 有多拼命地锻炼自己 孙令军号令 上阵杀敌 保卫北凉冲锋 城下被解救的张威看到这一幕 也是无比的震撼和惭愧 我要杀敌 你别添乱了 若鸡 鹰眼一把揪住张威的衣领 提着他塞进了吊篮里 张威憋红了脸又不敢反驳 他这个状态去杀敌的确是添乱 红姑 我忍不了 我要去杀人了 鹰眼兴奋地舔了舔嘴唇 骑上一匹狼棋卫留下的马 滴溜着狼牙棒就冲杀了过去 红姑也没管 营救张威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该回去守着大狼爷了 张威上了城墙 看着敲击雷鼓的女 双手抱拳单膝跪地 鹿老弟 我没有脸见你啊 你却道 张老哥 我在内部 没功夫看战场 你替我发号失恋 务必将狼棋卫留在这里 张威一愣 也没矫情 从今往后我张威以你马蜀是真 言霸 他走到一旁代替你发号失令 而此时的狼棋卫失去了赛哈的同帅 早就大乱了 现在只顾着狼狈讨厌 没了张威做俘虏 他们连提刀的勇气都没了 气势汹汹的攻城已经变成一边倒的菩萨 与此同时 城内避难所里 听着炮击轰鸣的声音 马三宝下的面无血色 这北梁县打仗怎么这么吓人 清煎白热的怎么还打雷了 听到这话 周围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个小姑娘忍不住道 什么打雷 这是咱们北梁特有的武器 叫 那小姑娘还没说完 就被周围人拉了一下 紧跟着小姑娘似乎想到了什么 一脸兴兴地闭上了嘴 叫什么 赵监家追问道 没什么 总之不是打雷就行了 大姐姐 你是外地来的吧 来这边是金商还是来投亲呢 见周围人都一脸警惕地看着自己 赵监家心里跟猫抓似的 来投亲的 马三宝捂着欢欢的耳朵 哭着脸道 也不知道这场什么时候能打完 这三万人能守住北梁吗 那些蛮人最是彪悍 据说蛮人不过万 过万不可敌啊 话落 在场的小姑娘 小媳妇 老大娘都笑颠了 哎呦 什么过万不可敌啊 这些年 他们只有被咱们北梁县 摁在地上摩擦的粉 要不是令军大人一心谋求发展 早就把那些蛮子给一锅端了 马三宝尴尬了 在大前人人谈蛮色变 怎么到了北梁县 人人都不将这些人放在眼里了 就在马三宝绞尽脑之想要反驳的时候 避难所的大门打开了 赢了 我军大败蛮族十万大军 咱们赢了 避难所内 众人欢呼了起来 齐齐高喊令军万遂 马三宝也傻了 这才多久啊 一个时辰都没到马 赵尖家也是眉头深深促起 会不会是宜兵之策 调虎离山 可千万不能调以轻心 蛮族人最狡猾了 泡着骑兵天天骚扰 打不过就跑 将强盗的本质发挥的淋漓尽致 不会 可小小一个北凉险 杀敌居然超过了三千人 赵尖家也忙了 你说什么 来袭的是狼旗位 会不会搞错了 那可是蛮族第一位 这是上面的命令 不会有错的 来通报的人笑了笑 也没多解释 然后对众人道 战争已经收尾 请大家有序离开 各回各家 马三宝也反应过来 不吹牛能死 杀死三千普通蛮族兵就够厉害了 杀死三千狼旗位 谁信 很快 三人离开了避难所 而街头也的确恢复了 不久前的安宁和平静 看着有些困倦的欢欢 赵尖家准备先去客栈休息 就在这时 几个身着蓝色制服的人 走到了三人跟前 不由分说得到 你们三个跟我们走一趟吗 你们是谁 我们凭什么跟你走 马三宝吓了一跳 急忙将两女护在身后 赵尖家看他们胸前袖着 安全二字 应该是北梁县某个衙门部门的 凭什么 为首的男子冷声道 就是你满世界的打探消息 对不对 没错 长官 就是这家伙问东问西 还给了我十两金子 一看就是细作 一个矮小黑瘦的男子 手里拿着金子 指着马三宝愤怒地说道 马三宝都傻了 这不是自己方才问话的徒人吗 刚才拿钱不是挺高兴的 怎么扭头就把自己举报了 我出来乍到只是好奇 问话不是很正常 有花十两金子问话的吗 为首的男子一挥手 七八个人顿时围住了三人 请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若不然就只能得罪了 马三宝气得要命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吗 这里是大钱的地解 你们 少他娘的废物 扣起来 另一边 你放下了补锤长出口气 报令军大人 此次杀敌一万六千狼骑卫 四千八百普通骑兵 俘虏一万一千余人 收获战马三万余品 兵器若干 咱们送出去的五吨大炮 已经尽数被追回 最发枪追回二十杆 另有三十杆被贼军抢走 千里金也尽数被抢走 手雷少了三箱 请令军大人责罚 几个军团的团长跪在椅上 请求处罚 边关总兵张薇 更是满脸惭愧的 陆老弟 都怪我 跟弟兄们没关系 这一次我出关的消息泄露 这些人在途中偷袭 才让武器外泄 所有责任在我 他那些轻微 也是跪在地上唱 一摇摇头 碎发枪抢了就抢了 没有弹药 也就是一根烧火棍 他们想要仿制也不容易 再说了 我军早就把碎发枪给淘汰了 至于手雷 除了上面一层 其余的都是训练弹 根本扎不响 他们抢走三箱又有什么用 大炮太重了 仓促间他们也运不走 就是可吸了千里劲 倒是能够提升 他们的侦察能力 闻言张薇一喜 真的 我骗你坐肾 你笑了笑 北梁县崛起的五年间 不知道有多少人 觊觎这些重器 你早就有充足的准备 否则早就被人连锅端了 太好了 张薇内心的愧疚少了些许 行了 你们都起来吧 这一战我军伤亡如何 为令军 目前军营营营救重伤士兵二十 轻伤二百二十 有两人不致身亡 红姑回道 你对这个战争还是比较满意 冷兵器时代 伤亡非常夸张 在火气普及之前 北梁县的战损一度超过了三分之一 而现在 已经降低了二十倍布置 这些受伤的将士康复后 训练加重两倍 这种一念倒的屠杀还能受伤 该发 你哼了一声 不过 该讲也要讲 牺牲的将士封为烈士英雄 以最高标准抚恤慰问 家中有老幼 县衙赡养培养 受伤的将士按照平级给予奖励 把功劳都记一记 两天后在县衙前举行俘虏审判和奖赏大会 是 所有人都对你的处置幸福 张维从军二十五局 镇守北梁关十五年 也从未有过如此大事 三万多对十万 以两死二十重伤 斩获三万多敌扣 这他娘的可是千倍的差距 就这 他还从你脸上探到了固满 等人都退下后 张维拉着你的手 兄弟 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当北梁关总帝 要不你 张老哥 你别害我了 我这点才能岂能担任总帝 你头摇的波浪都是 张维憋成内伤 好半赏才来了一举 你这才能 别说总帝 就算是三军统帅都绰绰有无 拍了拍他的手背 张老哥 你了解我 我只想守着北梁县做一个逍遥县令 这一次 你指挥了作战 功劳就归你了 张维促孝 陆老弟 打我脸是布 咱们这些年不是一直配合厅 我要是如实上报朝廷 朝廷立刻就会拍天使过来查看真假 功劳越大就越不好隐瞒呢 平日里都是几十个几百个斩胜 虽然都不多 但胜在细水长流 他这个总兵的威望也是与日俱增 陛下更是隔三差五血性夸他 但是一次信报这么大的功劳上去 他真的怕了 你也发愁了 那要不分十次报上去 一个月一次 张维苦笑 别人求都求不到的 他这里却是拿到手轮 还是分两年报吧 要不然我怕朝廷一击 让我直接出兵剿灭剩下的蛮人 狼旗卫直接损失一半 重创了蛮人 可蛮人还有五万多骑兵 依旧有一战之力 甚至极有可能将他们推向敌国 这不是张维想看到 这一次之所以能够重创狼旗卫 是因为狼旗卫都是重家 短途还好 长途奔系他们跑得还不如普通骑兵 老哥 那你得抓紧一点了 等万国大会后 我就要把蛮族统统灭了 给北梁县制造一个安全的氛围 要不然 那些伤骨都不敢来北梁县做生意了 张维苦笑起来 他第一次觉得功劳太多是那么的烫了 不如这样 你薄举几个人 我包上去 这样一来也能够帮我分担一点压力 还是张老哥考虑周到 你给张维竖了个大拇指 随即勾住他的肩膀 这一次你没有参加阅兵大人 还受惊了 走 北梁县最近开了个红烂漫 咱们去泡泡走 去去晦气 张维点点头正要下城楼 一个人快速地走到你身边 禀令君 有钥匙禀告 张老哥不是外人 说吧 你的话让张维心里一暖 安全局的同志抓住了三个系组 你们直接审讯不就好 你皱眉 那人为难道 这系组中 还有个不满五岁的小娃娃 而且听他们的口音 好像是从京城来的 京城来的 是商队还是个人 你问道 他们说是京城来的商队 谁又拿不出其他商队的推荐信 入城后花费重金打探消息 你皱眉 北梁县的生意伙伴 虽然每年都在增加 但都经过筛选 北梁县的消息泄露出去 五年以来 一直隐瞒得很好 来这边的人 大多都是走私商 要么就是各国的大商队 还有实力感混进这三不管之地做生意 突然冒出一个没人推荐的新商队 必然有鬼 如果这商队是从北梁关出来 我怀疑 极有可能跟内鬼有关系 先全力将这些人控制起来 我一会过来 是 令军大人 等安全局的人离开后 张维咬牙道 这些走狗前奸着实可恨你 张老哥 我还没问你 出关的事情都有谁知道 张维思索一番说道 对外 我只说是去巡视关爱 知道的就两人 副总兵刘勇 参将徐海 你汉手 如果是这两人泄露了 那不妨先传假消息回去 到时候谁的动作最大 谁就是内奸 好 可我这一次就带了十几人出来 若是有人想夥权 凭这些人恐怕不够啊 人我给你 你笑了笑 走 咱们一起去审审那些人 看看有没有老哥的熟人 现在不走 急什么 让子弹飞一会儿 你淡淡倒 若此人真是内奸 那这不是普通内奸 极有可能是 敌国横插在北梁关 多年的重要期 好 我听你的 张维重重点头 有你支持 若边关真的发生变故 他有八成把握扭转乾坤 而此事安全局内 老虎瞪上 马三宝的眼睛 被撑得大大的 长时间不能眨眼 使得他泪流满面 你们这些天杀的 没有王法的东西 没有证据就胡乱拿人 你们会后悔 安全局长 刘大锦猛的一拍桌子 嘴还挺硬的 看来得给他点硬活 去 拿钢针来 旁人拿来了一把钢针 老粗了 吓得马三宝直多死 你们这是驱打成高 我要见你们的线 我要告你们 这玩意能说服 每一个嘴硬的戏 牛大锦将一根钢针猛的一手 针尖没入桌子 直直地定在桌子上 老实交代还能免去惩罚 要不然 让你尝尝二十一指连心的感觉 什么二十一指头 是十指连心 牛大锦坏笑道 手指脚指不是二十指 马三宝吓得不行 那怎么还多一指 牛大锦目光下矣 马三宝猛的并拢双腿 他一个太监本来就时常漏鸟 这会儿吓得直接漏了 不行 不行的 他是太监的身份 要是泄露那组完了 而另一个审讯室内 赵坚加紧紧地抱着欢欢 欢欢委屈地撅着小子 一脸害怕地看着这些人 小声在赵坚加耳边问道 娘亲 欢欢好怕呀 爹爹会来救咱们吗 救他们 连他在那里都不知道 他怎么救 就算他在北梁县 知道了他和欢欢 怕是也没胆子来你 这一次他真的答应了 只能寄希望于安慰来救自己 若不然 这些人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招数 他清楚欢欢地被留声安慰到 别怕 爹爹一定会来救咱们的 审讯员是一个女人 而且相当漂亮 夏红梅笑着道 你女儿长得像你 很可爱 看得出来你们是真母女 其实 你只要交代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不对北梁县造成任何伤害 我们就会安然无恙地放了你们 赵坚加淡淡道 我说了 我带着女儿是来找我 丈夫的 这就是真实目的 只不过北梁县的变化太大 出于好奇才打探消息 这位夫人 你的借口未免也太别脚 你这么美 骨子里的东西是藏不住的 如果我是男人 怎么可能抛弃妻女呢 刚才我去县衙告关 你们应该能查到我所言非虚 果然心思诊明 夏红梅冷哼一声 但却破绽百出 五年前的北梁县狗都过来 你丈夫为何千里迢迢从京城过来 她过来做什么 难不成来做买卖 即便如此 又为何五年没有音讯 再怎么样一封家书总要有了 你若不去告关 我倒觉得你们真是 误入北梁县的伤对 夏红梅嘴角闪过一丝讥讽 现在 这位美丽的夫人 可以说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吧 你也不想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以后没了娘亲 欢欢吓哭了 却还强装勇敢 娘别怕 欢欢保护你 吓好这时 隔壁审讯是传来了 马三宝杀猪般的采叫 哎呦 天杀的 赵尖家彻底中怒了 你们敢伤我的人 到时候我必然饶不了你 夏红梅叹了口气 每一个进咱们这儿的人 最后都会哭着求放过 说实话 我真不忍心对你这样的母女吓上 但你们盯上谁不好 为何非要找北梁县的麻烦 还一挥手 旁边两个女审讯员就走了过去 试图抢过赵尖家手里的欢欢 不要欺负我娘 欢欢挥舞着小拳头 即便她已经吓得不行 却还是记得自己放下的好言 我娘还没找到我爹 你们谁都不许欺负她 等我爹来了 把你们统统都收手 没人在意这小东西的话 孙女儿的话 却让赵尖家彻底输了 若是真让这个小东西 从自己身边离开 她宁愿死 不要动我女儿 赵尖家霸气全开 那一瞬间展露出来的帝王气息 还真的镇住了抢夺孩子的审讯员 夏红梅猝着眉头 正打算亲自赏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声音 参见令军大人 夏红梅一愣 急忙起身 太好了 令军大人来了 看你们这些戏作子饭 牛大井跟夏红梅两人 急忙走出审讯室 卑职参见令军大人 你点点头 审得怎么样了 那个中年男人胆小如鼠 都还没用行呢 直接吓尿昏死过去了 牛大井无奈道 刚塞了就心丸 还没醒呢 就这素质还学人做戏作 你无语 那一对母女呢 回令军大人 还在审 那女人特别嘴硬 根本审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应该是经过长期培养的词事 夏红梅阵阵有词地分析道 无妨 验过刘恒 再厉害的戏作都会留下狠心 你看了一眼 到在老虎凳上的马三宝没有在意 拔脚走进了另一个审讯室 牛大井等人急忙跟上去学习 张维其实也很想学一下 你的审讯手段 毕竟北梁县毅历五年 除了有自己的遮掩 更多还是你的本事 这一次被内奸出卖 让他在你面前丢进了脸面 必须好好学一手 回去整死那些狗东西 你还没踏进审讯室呢 就听到一个女娃娃 在哪里哭着安慰自己的母亲 娘别怕 欢欢在哪 小姑娘挡住了女人的脸 但你心里暗叹一声 心说这些戏作简直不当了 这么小的孩子也推出来做任务 你推开门走了进去 撞门的声音吓得欢欢身子一颤 赵坚加深吸口气 他想好了 实在不行就说自己是张维的亲戚 他断定张维跟北梁县狗关 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能拖多久是多久 只要拖到暗卫进来就有希望 可当他看向来人的一瞬间 他脑海中所有的射简顿时清空了 那一刻他甚至连呼吸都平住 你看清楚女人的脸 先是觉得熟悉 再仔细一看 你大脑当时就当机了 你站住脚揉了揉眼睛再次看了不去 跟那女人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你整个人都傻了 你指着女人一时间竟然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邻军大人 请不要走得太紧 虽然她身上的武器已经全部被搜出来了 但她是接受过训练的姿势 夏红梅提醒道 你痴痴地走了过去 脚游如灌了中签 嗓子也是一阵发紧 你过得还好吗 你可知道我找了你五年 话落 审讯室内的人都傻 特别是夏红梅 更是呆若目击 他突然想到了女戏作的供词 天呐 他口中的丈夫 不会就是邻军大人吧 邻大井都是一脸的疑惑 邻军大人这是怎么了 中邪了吗 怎么对女戏作这么温柔 赵坚家也回过神来 原本他以为五年不见 这男人会逐渐当往 可并没有 反而随着时间推移 随着欢欢的出事 变得越发的清晰 任凭他如何都无法忘记 在听到你话的一瞬间 他居然一阵酸楚 一股难以言喻的委屈涌上心头 方才这些人要抢走欢欢的害怕 更是几乎摧垮他的防线 不是我要找你 是孩子想看看自己别是谁 我就带他来了 他咽下那即将躺出的眼泪 帝王的尊严不容 他在一个男人面前落泪 哪怕他是女儿的父亲也不行 可在说完这句话后 他内心微微有些厚 可他此刻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原来那一碗的男人 就是这北梁县的狗官 他竟是一个溺贼 他不知道 这一句话对你的杀伤力有多大 看着赵尖家怀里的小东西 你紧张的浑身发颤 我的娃 我的 你不敢相信的反复确认 你不要 那我走 要 我要 你急得大喊一声 我的闺女谁也不许带走 这一声 让在场的人都要疯了 夏红梅都差点贵了 妈呀 自己居然把令军大人的妻女给抓了 还当成戏作来审讯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呀 赵尖家对你的回答还算满意 随即对哭嘀嘀的女儿道 欢欢 看看她是谁 是坏人 是欺负娘的坏人 娘你别怕 欢欢保护你 欢欢吓坏了 紧紧地抱着赵尖家不肯撒手 也不肯转头 听到闺女的哭声 你是又心疼又厚怕 要是自己晚点过来 这一对母女要受多大的威胁 你搓了搓手楼声道 闺女 我是爹爹 你转头看看我 你才不是爹爹 我刚才喊爹爹 他不理我 他不要我 是爹爹错了 你再给爹爹一次机会好 爹爹一定好好补偿 怎么办呀 五年没见的仙女突然回归 还带了一个奶娃娃 现在一个冷着脸 一个红不好 你气冲冲地看着牛大井二人 说 是哪个王八蛋抓的我媳妇跟闺女 扑通 牛大井膝盖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邻军大人 飞植错了 紧跟着牛大井身后那些办事人员 全都跪在了地上 邻军大人 我们错了 可让你没想到的是 张威膝盖一软 居然也跪了下去 张老哥 你起来 我没说你 此时的张威都傻眼了 眼前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不是大前女帝吗 就算有相貌相似的人 可欢欢小公主 却是不会错 谁不知道女帝陛下 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公主 她有幸见过一次 绝对不会认错 妈呀 原来他们口中小公主的眼爹 居然是陆老弟 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张威那头就想败 可赵尖家一个眼神警告下的 张威不敢磕头 这啥情况 不肯我败 莫非这里面有我不知道的缘由 张威将在那里 败也不是 不败也不是 她看到赵尖家手轻轻的摆动 那一瞬间她明白了赵尖家的意思 你急忙走到张威跟前伸手掺索她 张老哥 你这是做什么 我有些腿软 从北梁关赶了一夜没休息 让老弟看笑话 张威干笑一声 她不明白陛下为什么会在这 又为何会跟你有关系 你也没多想 拉过一条椅子 老哥 你先坐着休息一会儿 随即你又看向牛大井跟夏红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能给我个解释 牛大井浑身一哆嗦 磕磕巴巴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邻君大人 就是这么的经过 请大人责罚 夏红梅也硬着头皮道 是属下失职 没能认出夫人来 求令君大人惩罚 以得知事情经过 也知道这是他们职责所 并没有继续问他 而是说道 从现在开始 你们都认清这张脸 这俩是我媳妇跟闺女 以后对他们就要跟对待我一样 明白了吗 是 令君大人 众人松口气的同时 欢欢听到他们的谈话 也止住了哭声 抬起了头不敢相信的看念 爹爹 你真的来就欢欢了 那一声爹爹 叫得你心都要碎了 对不起宝贝 爹爹这些年 一直不知道你的存在 也不知道你会来找爹爹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地弥补行不行 两次为人 当爹还是第一次 小丫头实在是太可爱了 仔细一看 不就是缩小版的路员吗 你也不认为赵坚家 会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 五年前你没有能力留下赵坚家 五年后的今天 你必须照顾好母女二人 欢欢小脸上满是喜色 但她还是下意识地看向了母亲 赵坚家微微汗手 不可查地轻叹一声 去吧 得到了手感 小东西才张开了双手 瞬间投向了你的怀抱 到处欢欢的那一瞬间 地骨血脉相连的感觉涌上心头 你浑身僵硬 生怕自己太用力弄疼了这个瓷娃娃 爹爹 欢欢好想你啊 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小丫头抱着你 那委屈的劲儿差点没把你自责死 以后 我再也不用对着话想说话了 以后我也是有爹爹的孩子了 小丫头欢呼了起来 快活得犹如一个精灵 走 跟爹爹离开这 你又伸出手想牵照肩甲 却直接被他无视了 我的人呢 在另一边你夫人 我这就把那位大人请过来 照肩甲起身走向了另一个死 军事 换着靠在老虎凳上 不省人事的马三宝 马叔 该醒醒了 原本不省人事的马三宝猛地睁开了眼睛 然后愤怒起身指着你大骂 你个天杀的东西 只是借机拖延时间 刚才你们的谈话马三宝听得一清二楚 看到你的那一刻 他是真的恨不得冲上去跟你同归于尽 马叔 算了 他不知情 赵剑甲依旧很冷静 站在一旁仿佛像个局外人一样 你看着马三宝无比郑重的作往 马叔对吧 我向你保证 该属于我的责任我绝不会逃避 这些年 他们母女受的苦麻 我入园发誓 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弥补 若有违背 叫我不得好死 马三宝仍旧死死地盯着你 我只是一个芝麻县令 但为了他 为了孩子 我可以颠覆这个世界 哪怕与世界为敌我也在所不惜 这质地有声的话让在场的人震动 了解你的张薇 丝毫不认为你说的是假话 马三宝也沉默了 不管他如何瞧不起你 但这一刻你并没有推卸责任 相反 你的反应 配得上一句男人 赵剑甲平静的目光下有了一丝动物 不过很快就掩盖了下去 你别多想 我带着孩子过来只是想让他知道 他并不是没父亲的孩子 并不意味着我要依靠你生活 赵剑甲淡淡的道 还有 我不是你妻子 只是凑巧跟你有了一个孩子 仅此而已 陆县令难道还想像之前一样 强行霸占小女子为妻吗 你苦笑一声 他是觉得自己当初成人之威吗 他的苦难是自己带来的 那么就用行动为他遮风挡你 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意 当然不会 但你的未来我陆园管定了 赵剑甲倾笑一声 似乎根本没将你的话放在心上 那就不劳陆大人费心了 你也知道 若不是这孩子 你们此生都不会有第二次交集的忌讳 陆瑶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日后 你就知道我陆园都为人了 说着 你抱着欢欢 闺女 跟爹爹回家了 哈 我陆园也是有闺女的人了 你兴奋得要命 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这娘俩的存在 牛大井等人面面相许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令军大人如此抗扬 马三宝咬牙道 小姐 千万不能轻易放过这股东西 赵剑甲看着那兴奋的妇女二人 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可看到张薇的那一刻 又再次隐没 给了她一个眼神 随即离开了审讯室 张薇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急忙跟了上去 县衙后院 曹师爷等人看着你脖子上的小东西都傻眼了 卧曹 今早来衙门报案的母女 是咱们的夫人跟小姐 曹师爷狠狠揪了一下胡须 都猛逼了 阴眼恼恼凑 这咋回事啊 怎么一下子就多了一个夫人跟小姐出来 红姑没搭理她 只是冷冷地看着赵剑甲 既然五年前消失 又为何回来 与你何端 赵剑甲能感受到红姑身上的敌意 不屑一笑 你喜欢她 红姑没回答 只是道 我能感受到你来这里的目的并不纯粹 大老爷是北梁县的天 是所有人的希望 不要伤害她 否则 哪怕大老爷生气我也会除掉 大不了一命换一命 还挺痴情 可惜啊 她眼里没你 赵剑甲收回目光 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潮口 红姑气得胸口巨叶起伏 若不是理智压制 她早就拔刀了 而此时房间内 你将所有好吃的都拿了出来 好闺女 这些可都是爹爱吃的 你快尝尝 外面都吃不到了 爹爹 这个好好吃啊 欢欢吃着糖酥 小脸鼓鼓的 眼睛都眯成了缝 把你看得都看迷了 宝贝 你姓什么 姓赵呀 那你娘叫什么 娘不让我告诉别人 爹爹也不行 娘不让 如果告诉爹爹 娘就不喜欢我了 还要打我屁屁 小丫头下意识地摸了摸小屁屁 害怕地说道 看到赵剑甲走过来 更是用手捂住了脸 娘 我没有告诉爹爹 你叫肩甲 真的 我没有骗你 你一起看向赵肩甲 你叫赵肩甲 这名字真好听 肩甲苍苍 白鹿为双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见你出口成章 赵肩甲一条眉 看着那装模作样的小东西 气得在他屁股上 轻轻地拍了一下 让你多嘴 他并不怕你认出自己 登基之前 他公主的闺名之道的人就不多 登基之后 他嫌肩甲不够霸气 特地改成了灵霄 所以 他既是赵肩甲 也是赵灵霄 但你还是第一个 把他闺名说得这么好听的 爹爹 娘揍我 你急忙将他抱了过来 小东西岔开手指 露出眼睛 小脸满事得意 好似在说 我有爹爹照的 一点好吃的 就把你收满了 白疼你了 赵肩甲看他 胡假胡威的样子 又是好笑又是好气 感情自己这些年的付出 还比不上你的一块糖 说完 他又在房间里 打量了一下 房间很简陋 并不奢侈 除了一张大床 便是一张大书桌 上面堆满了各种书纸 在另一侧墙壁上 还悬挂着一张自己的图画 赵坚家内心再次复杂起来 你挂这话 不怕你外面那个夫人生起 夫人 你好笑到 谁告诉你红姑是我夫人呢 五年前我认识你 心里便藏不下任何人 这些年我一直都是单身 现在有了你更欢欢 我就更不会考虑其他人了 你露骨的话 再加上吃果果的眼神 让赵坚家都有些受伤 我说了 幸福是你了 不可能 赵坚家果断回绝 这狗男人脸皮真吼 天色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客栈了 不 我不要离开爹爹 我就要跟爹爹在一起 欢欢死死地抱着 赵坚家气得不行 再不走走 就留这里吧 这里又不是没房间 说了不行就不行 赵欢欢 你若再不走 我让你有爹没娘 欢欢见母亲真的生气 也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你的怀抱 然后拉着赵坚家的手委屈地对你说道 爹爹 欢欢先走了 但是娘又没说 不让你跟去 你一愣 自己还不如闺女灵灵 你不相信赵坚家真的是铁石心肠 有闺女打配口 就算她心是石头做的 自己也能误热来 你敢跟来 我保证第二天你就见不到我们 赵坚家冷冷到 欢欢顿时苦着小脸 爹爹 那你明天可要早早地来福原客栈来找我的 死丫头 别说了 赵坚家气得不行 这小东西 把自己那点牢底都接完了 爹是亲的 自己这个娘难道是后娘了 他心里竟说不出的滋味 等他们从视线消失后 大老爷我要追习说了 深夜 欢欢已经累得睡去 睡梦中还不断喊着爹爹 气得赵坚家想拍他屁屁 暗卫还有多久到 最多两日 这么久 赵坚家促起秀美 北梁县的百姓都有特殊材料制作的居住者 根本仿制不了 而且他们一般不出城 外面的人进来都会盘查 若是出来者 第一时间就会被监视起来 暗卫的人若来的太多怕是会打草精神 但暗卫那边传来消息 他们已经乔装成商队 来参加三天之后的万国大会 那时候 各国的商骨将齐聚北梁县 是暗卫安插进来最好的机会 万国大会又是什么 赵坚家促起眉头 这是万国大会的介绍书 马三宝将一张印纸递了过去 聚客战伙计说 北梁县的万国大会已经连续举行三件 这是第四节 每一届都有成百上千个商对牧民而来 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宫里居然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难道大前本地商人不参与 赵坚家拿起介绍书看了起来 这才明白 所谓的万国大会是什么 放下介绍书他说的 那路员非常喜欢孩子 正可以从这里下手 陛下 万万不可呀 知人之面不知心 这路员说不定都是装出来的 马三宝紧张道 这附近的客栈都被他给包援了 而且安慰的人说 有人暗中盯着咱们 这显然是怀疑咱们 千万不能被他那人粗无害的外貌给骗了 赵坚家米的嘴 神情复杂到了极点 这一次的北梁县带给他太多意味 他原以为找到欢欢的生活 哪怕他是个普通人也行 可找是找到了 但这家伙不仅是北梁县县太医 更是个胆大包天的叛逆 他身上有太多谜团困扰的自己 朕明白 但只有亲近他才能掌控他 北梁县的一切 朕必须拿在手里 至于路员 如果他坦诚交代 看在欢欢的面子上 朕兴许可以大发慈悲饶他一命 陛下圣明 马三宝说道 张维那边老奴已经派人递了信 他知道日后该怎么做 第二天 你起了个大早 做了自己最拿手的总餐 高兴的敲开了赵尖家的房门 赵尖家看着他提着餐盒进门 你其实不用这么做 外面的东西我怕闺女士不管 自己做了一些吃的 你也尝尝 你将餐盒放在桌子上 看着赵尖家那曼妙的身段心头一热 不过怕赵尖家反感 也没多看 你走到床边 看着睡得四氧八叉的小东西 小声道 小聚聚 该起来吃早饭了 太阳都晒屁屁了 小姑娘长长的睫毛动了动 没有睁眼 你故意的 我可带了你最爱吃的糖酥有 你再不睁眼一会儿我全吃了去 不行 伯伴 欢欢急了 睁开眼睛拉着你的手道 你是大人 怎么能抢小孩吃的 你刮了刮他的鼻子 谁让你装睡的 看着父女两温馨的一幕 赵尖家内心突然闪过一个荒唐的面囊 如果他不是溺贼 或许跟我一起回京也挺好的 我在想什么呢 赵尖家摸着滚烫的翘子 压下那个荒唐的想法 我来给孩子穿衣 不用了 你照顾孩子一夜 先吃点东西 我来就行了 然后你变戏法式的 给欢欢拿来了一套新衣服 看 这是爹爹昨晚连夜让人给你做的新衣服 快试试合不合适 小姑娘本就可爱 穿上你的新衣服 精致的像个瓷娃娃式的 把你又看迷糊了 我闺女真可爱 你眼睛都迷糊了 然后又变戏法式的弄了个鼻子 来 爹爹给你砸头发 赵尖家惊讶到 你给多少女人砸过头发 想什么呢 我临时向人学的 你揪住细嫩的头发 小心翼翼的捆扎 看你那笨手笨嘴的样子 赵尖家信了你的话 这男人究竟哪一副面孔是真的 他就半点不怀疑这孩子的身份 只是一天时间就可以如此 掏心掏肺的对孩子 等吃完了早点你又到 走 我带你们娘俩去转转 这时候洪姑提醒他 大老爷 今天您的行程已经安排了 上午有上百个商队抵达 下午教育部有教育革新会要开 晚上军部的总结会 明日战俘审判和表彰大会 而且这一次大景和大夏 将会派前使臣团起来 在队的分别是 大景的长宁公主 和大夏的永恶公主 这一次万国大会的场地 明可是千叮咛万种 不能有任何闪失 难道都不管吗 说完他有意无意地看向赵尖家 赵尖家眼中闪过一丝怒嘱 这狗男人果真勾连外敌 想让朕饶了他 除非他趁机把这些敌国公主 都给朕抓了 想到这里他故意装出 一副惊讶的样子 这些人来这里做什么 陆元 你作为大前的县令 可知道勾连外敌是什么罪行 要是传出去是要朱九度的 什么勾连外敌 我这是做生意赚外汇呢 你解释道 北梁县太穷了 想要发展就必须走出去 至于泄露 你放心 他们没那个胆 要真泄露了你也别怕 狗皇帝要敢动我 我饶不了他 赵尖家每谋都要喷火 这狗男人居然还敢威胁自己 就在这时曹师爷匆匆跑了过来 大老爷 大夏跟大景的使团已经到了 不是说还有两千吗 怎么提前了 你烦得不行 不仅如此 端王世子也到了 豪师爷到 下院那边已经快忙不过了 让我请您过去作证 卧槽 这小子跟他们一起说好了吧 你骂咧咧的道 行了 我一会就过去 赵尖家也猛了 端王世子也来了 哪个端王 大前端王 他跟你也有联系 他们父子俩跟我关系都不错 等他来了介绍你认识一下 赵尖家气得不行 端王何许人也 那是他的亲叔叔 若不是他鼎力相助 自己根本不可能居灵天降 可现在 你小子居然告诉我 端王父子跟你这个叛逆也有关系 所以 叛逆竞数我叔叔 另一边北梁营兵馆外 各国的商队齐聚 不仅有大侠 大警 大前 还有周边一些小伯的商务 本就繁华的北梁县 此刻更是热闹 一些商队来得晚 根本住不进营兵馆 只能在附近找一些客栈 街头 侧枪实弹的士兵在巡逻 震慑这些外来者 入园来了吗 常宁公主掀开车帘问道 他额头贴着花垫 细长的柳叶眉下 是勾人的单凤眼 丁唇红润 一身大红的宫装 头戴精美的凤冠 那骑胸的如群 几乎挡不住他的广阔胸脏 几乎更是犹如宁芝吹谈可口 禀公主 还没来呢 北梁县招商局局长夏渊 正安排咱们入围 公主护送使张松年回道 常宁公主夏宁不能道 谁排在咱们前头 是大厦的永乐公主 据说大厦这一次准备 将陆园招为驸马 以侯爵许之 他们倒是打得好算 陆园看得上那丑八怪的 夏宁心里不爽到了极点 陆园是本公主 也只能是本公主 他喜欢陆园 几年前就很喜欢 三年他跟父皇闹矛盾 出气来到了北梁地界 恰好碰到了蛮兵 所以在旦夕之际 是陆园带兵从天而降就了几 那之后他就迷上这男人了 北梁县崛起之后 父皇更是亲自写了几封信 招安陆园 可陆园都没带正眼瞧的 父皇系的步行 派五万金锐攻城 结果大败而归 连主将破山都被俘虏了 那一战后 所有人都知道 北梁是个硬查不好人 这一次 蛮人金锐清朝出洞 各国都忌惮不已的狼其位 不到一个时辰折损禁办 二十年内都不可能恢复元气 所有人都明白 北梁县的实力更胜从前 不能再用以前的眼光 看待北梁县 不单单是大侠 就连大井也在观望 这部消息传开后 他们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张松年苦笑一声 永乐公主丑了 那是人间少有的角色 比长宁公主也是丝毫不差 就在夏宁发脾气的时候 一个人大喊了一句 路线令来了 嘘 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寻声看去 紧跟着便看到一辆马车后面 跟着上百个鹤枪实弹的士兵 一笑着从马车上载 路缘哥哥 这里一看到你 夏宁甚至不顾一太 放下了马车 兴奋的向你招手 另一个马车内 永乐公主李无忧也忍不住骂了 剑臂 为了路缘 公主威仪都不要了 说着 他下马车的速度也不慢 挺了挺颤巍巍的胸怀 这是他的骄傲 连粉衣都被撑出了一个惊人的原物 夏宁那剑臂根本没法和自己比 再搭配上那妖魅的狐狸 不知道把多少男人的活儿被勾走 这俩公主一红一子 犹如两朵娇艳的话 瞬间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路狼 这里 李无忧挥着欧毙的 书位 好久不见 你笑着向众人打招呼 阴眼跟红姑则是一左一右 将路缘护在中间 赵尖家抱着孩子跟在后面 欢欢眼珠子咕噜噜地转 好奇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 路缘哥哥好久不见 夏宁笑着凑了上去拉住了女生 眨了眨大眼睛 我今天穿得漂亮吗 你扫了一眼那白花花的风景 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 猛地抽回手 大庭广众之下注意形象 看到夏宁你就厚 如果早知道她是大夏的敌掌公主 说什么也要狠狠敲一敲下朝的主板 快放开路郎 李无忧满脸比一的倒 拉拉扯扯地成何体统 大夏果然是无理之棒 比试完夏宁之后 他款款地走到了你的面前 微微一里柔声道 一别今年路郎别来无恙 你这骚狐狸装什么文化人 仗着自己有两个大奈有什么了不起 夏宁气得大骂 老娘挤一挤比你还大 路缘哥哥才不喜欢你这么肤浅的人 周围人都看傻了 这他娘的就是敌掌公主 说出来的话怎么这么粗糙 简直不堪若而 李无忧气的脸都红了 戳一板 男人婆 粗俗 野蛮 没叫痒 你都无语了 夏宁远算不上戳一板 但是对比李无忧无疑小了两个围堵 路缘哥哥 别大理他 路郎跟我走 两女一左翼又抱住了你的手 你顿时感觉双臂陷入了柔软之中 但是身后传来一声冷笑让你一个机灵 急忙抽出了自己的手 你们够了 你看看你们有点公主的样子吗 好好的万国大会 被你们俩弄得跟青楼大会似的 在这样 明年的万国大会你们迭来了 要是以前跟这俩丫头耍耍还不 今年不行了 赵建佳还在后头 他北梁第一深情的形象 岂能被这两个粗鄙的女人给破坏了 娘 这俩人是不是爹爹给我找的小发呀 欢欢小声问道 赵建佳冷哼一声 他们俩不配 可心里却魂不是滋味 这狗男人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大夏和大井两国的敌长公主如此低声下气 两女被训斥后都是一脸的吻屈 夏宁道还好 毕竟跟你有交情 但是李无忧就算了吧 庄难复死出 你只打韩战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兴奋的跑了过来 陆施 我来了 你看到来人 不是端王世子赵极又能死谁 赵极飞奔而来直接抱住了你 陆施 我好想你啊 你差点没被他给撞到了 你小子都习惯了 怎么还跟没长大事 赵极飞飞一笑 我这不是太想你了吗 对了 我这一次给你带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不着急 这里人多 晚点再说 我先给你介绍两个人 你拉着赵极的手指 这赵极家母女二人高兴啊 这是我媳妇 你师娘 这是我闺女 你小师妹 赵极都傻了 陆施什么时候有妻女了 没听说呀 可当他看清楚你介绍的人是谁后 直接傻眼啊 扑通 赵极腿一软直接跪了 看着眼前熟悉的面孔 赵极活都快下眉了 黄黄黄 你一愣随即笑着说 你小子还挺孝顺的 给你师娘行这么大的礼 这是你师娘给你提前准备的见面红包 你害怕赵极家没准备 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红包递了过去 入师 你怕不是在开玩笑了 赵极拿过红包都要哭了 这哪门子的师娘啊 这分明是自己的黄姐啊 赵极家看着赵极眼中闪过一丝冷 嘴角却微微上扬 端王世子好样的 没想到我一个小女子 还能当端王世子的长辈 一见赵极家没反驳也松了口气 这女人在外人面前还是挺给自己面子的 第一步已经踏了出去 第二步还远了 赵极家走到赵极跟前将她掺索起来 然后用只有赵极才能听到的声音快速做到 感谢了我的身份 你就死定了 赵极吓得不行 头摇的波浪故事 谢谢师娘的红包 赵极家给了她一个算你实相的表情 而周围人全都看傻了眼 陆元啥时候多了妻女吗 吓您猛了 不敢相信的看着赵极家母女 陆元哥哥 他们是那儿冒不出来的 你难道不要给我一个解释 李无忧也猝起眉头 陆郎 你有这种需求 也不用饥不择食去找一个带孩子的保护 谁不知道陆元是光鬼 他们调查陆元早就把她的底底摸清楚 所以李无忧想 肯定是陆元接了别人的锅 周围人一听都是焕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没想到陆元不爱少女爱人妻 果真是口味特殊 陆元哥哥 你若想可以来找宁儿 何必找个老女 夏宁也是豁出去了 你看她瘦的没二两肉 哪有跟我一起说 李无忧挺了挺胸腹 陆郎 我对你一片真心 选我 周围人已经惊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陆元和德何能能让两国公主下场掐假 若是能得到任何一个公主青睐 他们原地去世都行 可你倒好 一脸嫌弃 为了一个老女人放弃两个娇滴滴的公主 他到底咋想着 两国随行的官员和商骨也吵了起来 一时间现场大乱 骚狐狸 非要跟本公主做对事吗 夏宁眼中闪过一丝冷光 张松年 宣读父皇的圣旨 是 公主殿下 张松年初略高声道 全场肃静 无奈大井红炉寺 清张松年 特奉大井皇帝陛下命 前来封赏北阳县县令陆元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张松年 陆元 天下阴节也 朕夜不能寐 恨不得即刻将其收入构终 则陆元胜得百万雄兵也 特奉陆元北阳侯 施习网气 十一两千户 赐子金冠 金鱼带 紫兽猪袍 特许驾武 配剑上朝 剑王不败 赐单书铁券 那一连串的封赏和特权 让在场的人都倒戏口了一起 哪有侯爷十一两千户的 那是郡王才有的待遇 皇帝嫁六他嫁五 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还有单书铁券 这免死金牌也 但更令众人猛逼的还在后面 张松年全声道 为陆元者 堪为国许 朕下令 将长宁公主下嫁给陆元 再赏征北大将军 全权负责北梁军务 哗 在场众人齐齐被震翻了 大景皇帝居然这么舍 将敌长公主下嫁给陆元 除了北梁侯还兼征北将军 也就是说北梁县一切照旧 你可以不来大厦敬见 公主我嫁给你 地位给你 红筒给你 张松年颂读之后笑着看向 陆县令 陛下对你的厚爱 乃大景开国两百年之罪语 请陆县令接止 大景朝的商骨也是激动的不行 若是陆元接止 那这北梁县一切好东西 他们都有能占据先机 请陆县令接止 众人善呼起来 地旁的礼物忧急了 还侯爷 大景皇帝也太想加紧急 王德 出来宣读父皇圣旨 奴婢遵遵旨 一个五十出头的老太监走不出来 所有人都愣住了 因为此人乃是大厦皇帝身边的贴身太监 号称大厦内乡的王德 他居然亲自来宣读圣旨 北梁县县令德才兼备名声远播 朕欣赏之 便以国事代之特封路远北梁王 永镇北梁 专善权政 皇德声音不大 却犹如一颗深水炸弹 害得众人说不出话 从县令到侯爵到驸马已经足够震撼 但是猎土封王那是所有人的梦想 看着那一份圣旨 所有人都眼神狂热 朕特许 将爱女永乐下架陆园 望陆园能赶怀圣恩 亲自 皇德念完了圣旨笑着道 北梁王殿下 您是个聪明人 应该能分辨出谁最重视您 陆师 千万不要上岛 他们没安好心的 赵棘急了 拉住了你的袖子 向赵棘家投去了求救的目光 黄姐 你这是做什么呢 我陆师尖姐夫都要被强谱 赵棘家内心也是无比的震撼 大厦和大井都比大前强 而此刻两国求卓陆园 娶了他们的功夫 封侯封王 单书铁券 跟不要前世的往外砸 他们到底出什么 这个男人已经强大到 让两国都要拉着 看着陆园的背影 赵棘家突然紧张害怕了起来 他会怎么选 一旦陆园做了选了 就真的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北梁县的强盛 满族已经用血一般的事实展现了出来 一旦脱离大前 那么大前危矣 北梁县的分量重于山越 而陆园是北梁县的田 就在赵棘家失神的时候 你上前走了两步 两分圣旨摆在面前 两个娇艳的公主 除除可怜随时等候你的彩席 你任选一份 马上可以封王拜向红袖天香 我到底该选哪一个呢 你笑了笑有些期待的搓了搓手 在大前使团有些绝望的眼神中 你缓缓伸出了手 我选 所有人都平住了呼吸 踮起脚尖睁大眼睛 伸长了脖子 一动不动的看着你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赵棘直接跪在了地上 陆师 难道你要抛弃我们抛弃大前了吗 跟着赵棘一起来的大前商务 也都纷纷的跪在地上哀求了起来 陆县令 三思啊 黄师娘 求您了 劝劝陆师 赵棘哀求着赵棘家 他没在这里也就罢了 他既然在这里 为何要眼睁睁的看着陆园 投向敌国的怀谱 一个陆园可抵百万寻兵 这是大井皇帝都认同了 你为何看不见了 难道陆师不值得您拉拢吗 书人您应该也是大前之名 不能眼睁睁看着陆县令 投向敌国呀 那些大前商务都纷纷啃求起来 赵棘家平静的脸色终于有了变化 他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脊障 他能明白 你们求我有什么用 难道大前皇帝陛下就没有让你准备了 就大下和大井有公主 我大前就没有士林代价的公主 就大下和大井能封后封王 我大前没有这个爵位 赵棘家看着赵棘向他失眼色 暗暗打手时提醒 赵棘都要哭了 他难道要谎报圣旨吗 陆园的存在 从头到尾就隐瞒了赵棘家 若是自己谎报圣旨 岂不是变相告诉陆园 其实从一开始 他在皇帝面前就露出计较了 那样 所有的信任会在警惑间封塔 到时候 怕是真的会将陆园推向敌人 世子 您快说呀 陛下有没有给您什么圣旨 是啊 这些人的话就像是一本刀 反复的在心里劈开 好似在说 他是个识人不明的昏君一样 可他压根就不知道 这种男人在北梁做的事情 他怎么封杀 还有赵棘 也太笨了 自己都暗示的这么明显 就算自己没下圣旨 大不了先稳住这种男人 自己事后补一份就行了 没想到大前皇帝眼光这么高啊 连陆县令这样的旗台都瞧不上 就是 既然大前不在乎您 那就来我大前 保证把你宠上天 来我大下才是正主 尊敬的北梁王殿下 大下和大井两国商骨的话 落入大前商团众人 耳中说不出的词耳 他们虽然愤怒 可看着欲哭无泪的赵棘 也是绝望 赵棘的行动就表示 大前的皇帝陛下 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入园哥哥 大前皇帝不重视你 我们重视你 不就是个北梁王 我向你保证 等咱们成婚后肯定给你封王 我委屈谁也不能委屈你啊 下宁再次走到你 跟前拉住了你的手 不住的摇晃 笑话 两女互相瞪着对方 谁也不让谁 现场的气氛 陷入了胶着之中 看似是两份圣子 可背后却是两个国家的角力 而在所有人眼中 大前还没开始 就已经输了这场比拼 马三宝也是心惊胆战的 压制声音道 小姐 这小子不会真的要投敌吧 原以为北梁县发生的种种 已经够离谱 可今日展现在他面前了 几乎颠覆了他的世界观 赵棘家抿着嘴唇眼中 闪过一丝痛 有那么一瞬间 他真的特别想把身份曝光 可曝光了又如何呢 这狗男人早就有造反之意 怕是会携天子以令诸侯吧 原以为是那些奸臣遮掩 现在他懂了 那奸臣就是自己最信任的王叔 他内心无比的冰冷痛苦 他甚至在想 如果不来北梁县就好了 哪怕有一天在睡梦中 被人抹了脖子也无所谓 这样就不用知道这残酷的真相了 自己又何必自找苦事呢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 你看了口气 再一次抽出了手 随即一把将召集 从地上拉了起 我怎么教你的 难而膝下有黄金 跪天跪地跪父母 瞧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还流马尿 难道在你眼里你陆施 我都是个贤贫爱朔的人 卖国求荣的人吗 狗不嫌家贫 子不嫌母丑 虽然我对大钱有很多不满意的点 但我是大钱人 这是谁都无法更改的事情 那质地有什么话 让所有大钱商队都燃起了希望 陆施 您不会抛弃我们了 召集不敢相信得到 废话 我什么时候说要叛国了 你揉了揉他的脑袋 随即看向夏宁和李无忧 陆某多谢两位公主好意 但是我这个人胆小 这辈子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也不想爬得太高 替我向你们皇帝说一句谢谢 只要他们不来访我 我就很满足了 还有啊 你们两个以后离我远一点 瞧见我身后的两个女人了 你走到了赵尖家的身边 将欢欢抱了过来 这我闺女 我俩长得像不像 所有人都看向了欢欢 分开看还不觉得像像 此番对比几乎是一个母子客帅 赵棘眼珠一转 脑海中有了一个惊人的设想 他向赵尖家投去询问的眼神 在得到他眼神示意的时候 他大喊道 像太像了 大前商队的人也纷纷站了起来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 发自内心的喜悦 像几乎是一个母子客帅 那我闺女可爱不可爱 你再次道 可爱 众人歇斯底里的喊道 有眼力见 你黑的一笑 随即大胆地拉住了赵尖家的手 这我媳妇 真正的圆培 你们就说我媳妇漂亮不漂亮 漂亮 师娘是天下第一大美女 赵棘扯着嗓子激动的喊道 漂亮 出人是天下第一大美女 大前商对众人齐齐大笑起来 赵尖家痴痴地看着你 那温热的大手不仅温暖了他的手 更温暖了他的心 算你们会说话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每个人都嫁一个鸡头 你捏着赵尖家冰凉的嫩手 心花怒放 你想这一天已经想了整整五年了 管你什么公主不公主 你就要赵尖家 马三宝也是松了口气 心中暗倒 王八犊子 算你聪明 要不然晚上就嘎了你 至于北梁县的干事 对你做任何决定 那都是百分百的支持 不过大夏和大景的使团脸色就难看 张松年气得不行 陆元 你可想好了 果真要拒绝我大景的招揽 谁说我一定要接受你们的招揽 你们皇帝写圣旨的时候 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 此话一出 赵尖家嘴角忍不住的上扬 大前使团的那些人更是不住的胡爽 说得好 陆县令 朝廷不在乎你 咱们在乎你 天元商会即刻起愿以陆县令 马上虽然 四海商会也是 天下商会也是 众人纷纷附和起来 大前在这一刻前所未有的团结 大夏和大景的商骨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张松年更是火冒三丈 好好好 陆县令 日后可别厚 陆县令 咱家在陛下跟前的时候陛下就说 县令乃人中龙凤 若是不接受着圣旨倒也没关系 只要陆县令愿意开价 只要大夏拿得出来 都可以 王德蔑视地看了一眼张松年 咱大夏可不像大景扣扣嗦嗦的 半点诚意都没有 正所谓交易不成仁义员 陆县令全权爱国心 咱家可是佩服得紧了 一个人若是连自己的国都不爱 又怎么配被万人敬仰呢 说到这里 王德像你行了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理 周围人都看傻了眼 那可是大夏的内乡 除了大夏皇帝 谁配让他行如此大理 此刻他不仅行了 还是在众目魁魁之下 无论是大前商队还是北梁县的干事 都是予有龙烟 这就是他们大前人的骨气 张松年看到这一幕脸颂催了 王德这烟狗 实在是太能见风插针了 你笑了笑 这大夏的确是个聪明人 姿态够低 倒是可以多利用一下 至于大景 敢在北梁县地盘威胁自己 等着 总有一天打到大景国都去 王公客气 大夏皇帝的诚意路谋已经收到 咱请王公转告皇帝 北梁县期待和大夏深入合作 你笑眯眯的道 王德一喜 咱家谢过路线令 李无忧挺了挺胸腹 不懈地看了一脸委屈的夏女 死男人婆 听见了没 这就是我们大夏的成立 你个骚狐狸 你给老娘等着 总有一天把你两个大奶割了胃口 眼看梁女又要吵起来 你急忙到 行了 都别吵了 先入住迎宾馆 晚上一起吃个饭 接下来两天会有北梁县的官员全程陪同你 梁女对视一眼 冷哼一声起起转身 你又对大前的伤对道 诸位 若有招待不周请多担待 路线令严重了 众人纷纷拱手还礼 一个个满脸喜色 就跟打了圣仗似的 夏渊 招待好这些贵族 你看像不远处那个身穿黑色制度 身材曼妙的女人 是 大老爷 夏渊应了一句随即对众人道 诸位 请随我入主 各项手续都已经半投了 不管你是否接受两国的招揽 万国大会还是要开的 每一次万国大会 都意味着他们将多一个日进走进的新生意 这种生意甚至连国家都不敢想去 路纤哥哥 我跟你回去行步 就在这时 夏宁撅着嘴 一脸不高兴的走到你跟前 接上级 路纤哥哥 我跟你回去行步 夏宁撅着嘴 一脸不高兴的走到你跟前 路狼 你应该累了吧 我回去给你捏捏肩怎么样 李无忧还想争取一下 你扫了两人一眼 感受到手心一痛急忙到 不用了 你们好好休息 我还有事先走了 说着轻轻菜了赵级一酒 愣着做什么 跟我走 赵级也是反应过来 急忙让随行跟上 看着你头也不回的离体 两女都是气得跺脚 马车上 赵尖家冷得脸道 你还要问我手多久 你老脸一红 你手凉 多给你误误 松开 赵尖家眼中闪过一丝羞脑 脸颊更是多了两朵红玉 这狗男人 在赵级面前如此轻过他 他不要面子的吗 你信信一笑不舍地松开了手 车厢里人不少 此刻却诡异地陷入了安静 一个个大眼瞪小眼的 欢欢则是趴在你耳边小声道 爹爹 娘只是害羞了 下次换个人少的时候牵他 死丫头胡说什么呢 赵尖家气啊 感觉自己老底都被接完了 欢欢的一声怪叫 急忙将脸埋进你的怀里 爹刚才牵娘的时候 娘笑了好几次 你以后别跟着我了 就当我没生你 你看着小女儿姿态一样 休脑的赵尖家 一时间也看呆了 真美 生气都这么美 什么大警公主 带下公主 连你脚趾头都比不上 你这肉麻的情话 一时间把赵尖家说得翘脸通红 下次再如此清楚 我马上离开 你吓得连忙闭嘴 还顺带捂住了小丫头 妇女二人委屈巴巴的 把一旁的赵尖家 看得笑出了射 赵尖家一个眼神警告 赵尖急急忙憋住笑 装出苦大仇深的样子 他把这辈子 所有难过的事情都想一遍 还压住那股笑意 健壮 赵尖家这才满意 随即将头瞥向窗外 他却不知道 自己的耳震预警都染上了粉色 中午招待完赵尖家后 你就要忙公事了 这些使团提前入城 只能把审判大会和表彰大会 都推迟到明见 赵急也不是外人 晚上就住在了你家 你一走 家里就剩赵尖家跟欢欢 现在母女身份暴露 为了安全 自然不能住普通的侧站 欢欢已经坠下 赵尖家坐在凉亭车着茶 看着一脸紧张的赵急淡淡的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普通 赵急直接跪在了赵尖家的跟前 苦着脸道 黄姐 我错了 赵尖家左右看了看 快起来 要是让别人看到就不好 谁知道那个女人 有没有在暗中偷看 她可不想 现在就暴露自己真实的身份 黄姐 我怕 赵急双手撑着大脑 哎呦 抽筋了 再不起来 我让你这辈子再也起不来 赵尖家恼目倒 搜 赵急急忙爬了起来 神奇 居然好吗 见赵急这时候还在耍宝 赵尖家气步打一出来 坐下 赵急搭了着脑袋 坐在了赵尖家的对面 怎么认识这狗男人呢 四年前 我爹代替您来北梁寻边的时候认识 赵急如实交代 赵尖家促眉 那时候他刚坐上皇位 为了安稳边关 所以派端王寻边 赵急估计那时候也跟着一起来了 怎么认识的 就那样认识的 陆施当时刚来没多久 北梁县那时候又破又小人又索 大家还处于鸡一顿饱一顿的状态 说重点 陆施为了百姓能吃饱喝足 在父亲寻边的时候跟父亲做生意 并要求父亲不能把这件事传出去 赵急一边说一边偷偷观察黄姐的表情 我父亲当时肯定是不同意的 但是 陆施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呢 赵尖家道 比如 您现在喝的茶就是北梁县特产 父亲当时只是想着开源节流 能多为朝廷弄一些进场 绝对没有半点私心 黄姐 我可以用我的向上人头做担保 茶 赵尖家低头看着冒热气的茶杯 这似乎比我喝的还要好一些 这是陆施自己喝的 是最上等的 不外貌 除了这茶还有什么 宫里吃的经验 白糖 都是来源于这里 赵急解释道 这里出产的经验 没有任何杂志 白糖比红糖贵五十费不止 这些都是暴力的商品 当年奸相跟妖妃搬空了 本就不富裕的伯苦 连臣子将士的响应都发不出来 端王叔就是靠着这三种生 解决了朕的困难了 赵尖家眼神复杂 皇帝又怎样 皇帝没有钱也得抓下 那时候他走投无路道 都准备卖官欲绝 是端王凑了几十万两银子 出来解决了燃眉之急 那以后 朝廷虽然还缺钱 但勒紧腹腰带却也能撑下来 而今已经第四个年头 那为何不告诉朕 就因为那狗男人不许 是的 陆师不许 皇姐 我陆师他真的是欢欢的生存 不该问的别问 赵尖家冷声道 赵尔家吓得缩了缩脖子 皇姐 既然您跟陆师关系这么亲近 那咱们就有天然的优势 北梁县的神奇想必您也看到 陆师的爱国之心也是有目共睹的 若是您 我自由主张 你别自作聪明 赵尖家冷冷造 你们就没想过这狗男人有造反的心思 不会的 陆师从来就没想过这样 赵尔家无比坚定的道 这狗男人豢养了私兵 行商骨之势勾结敌果 还打算跟大夏深度合作 这不是坚贼是什么 陆师他都是为了北梁县的百姓 皇姐 你怀疑谁都不能怀疑陆师 他是真正有大财的人 否则我又怎么会挖空心思拜他为师 赵尔家极了 我承认 他的确有做错的地方 但是若非如此 他又怎么能在北梁县 这种险恶的环境里活下去 大前开国两百多年 北梁县的县令几乎是一年一换 不是死了就是被蛮人掠走 到后面根本无人敢来 唯有陆师孤身一人 将北梁县打造成了世界第一场 连大厦和大警都要低头过来合作 皇姐 我不知道您跟陆师之间有什么毛病 你可以说他一些行为离经叛道 但是绝对不能说他有反心 赵尖家心烦意乱 还知道我是你皇姐 你为了一个外人居然敢如此隐瞒 我没找你麻烦 已经是看在端王叔的面子上 陆师他不是外人 赵尖很是认真的道 赵尖家眯起了眼睛 别以为你是我弟弟 我就不敢收拾你 哪怕皇姐打断我的土 我也这么说 赵尖一字一句的道 我父亲说了 大前的希望或许就在陆师身上了 四年前 陆师就断言天下迟早大乱 现在他说的那些正在依应验 哪怕我死也得保证陆师的安全 赵尖家气得浑身发颤 你真是被这狗男人给洗脑了 他本来想先吓唬赵尔家 然后让他配合你 可现在看 这赵尖对陆原的看重已经超过了自己 别人是这样 为什么连自己的亲人也是这样 难道自己这个皇帝真的做得这么差劲 赵尖在他眼里一直都是胆小怕事 可此刻却无比的硬气毫不退 他压下心中的烦躁 好 既然你说他不是你妹 那证明给我看 赵尖摇摇头 我无法证明 但是皇姐 我也是赵家人 我不会害自己 更不会害你 这一次的谈话 赵尖家很不满意 可越是如此 就越是激起了他内心的部分 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他急忙道 把今天的话都烂在肚子里 往后就当不认识我 好好配合我 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刚说完 一个身穿素衣的少妇走了过来 这少妇看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长得却无比的柔美 前凸后翘的 特别是那大墨盘 扭起来没有一个男人受得了 他走到赵尖家面前 恭敬地行了一礼 夫人 贱妾叫骆宾 是大老爷的专属抬头 大老爷分负让贱妾给您做一身合身的礼物 参加今晚的宴会 说完 他又急忙向赵吉行了一礼 赵世子也在呢 若已好 赵吉看了一眼赵尖家 尴尬地回道 赵尖家瞥了赵吉一眼 对洛宾淡淡道 他是嫌我这样带不出去吗 夫人说笑了 洛宾轻笑道 见气活了这么久 还从未看过夫人这般天仙的女子 大老爷都说 能娶到夫人是祖坟冒清烟了吗 闻言 赵尖家冷哼一声 他这个人对谁都是这么轻浮的吗 暗暗看了一眼洛宾 这女人虽然年纪带了一些 那骨子韵味 一般男人根本比不住 那狗男人身边都是这种角色 肯定荒淫得很 想到这里 他心里不舒服得很 夫人 您又错了 大老爷是个很踏实的 日后您就明白了 说着 若兵拿出卷尺走上前 见妾给您良衣 赵尖家有些抗拒 可转念一想 北梁必须得拿在手上 他倒要看看这种男人想玩什么花样 把自己耍得团团转 还给自己亲人灌迷魂汤 这笔账他一定要算 另一边 你一下午忙的头昏脑胀 可即便在疲惫 在踏进家门的时候 你脸上都是带着笑 小丫头喊着爹爹冲过来的那一刻 你说不出的快乐 浑身充满了干净 呀 换上新衣服了 对呀 若阿姨手可巧了 欢欢奶生奶气的倒 显然对自己这一身满意极了 一点点头诧异的看着赵尖家 若姐没点你做吗 赵尖家咬牙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凭什么要陪你去参加宴会 你挠挠头 就当出去散散心 晚上除了宴会 还有一场盛大的烟火网 很漂亮的 你不想看的吗 我想我想 欢欢已经膝带的跳了起来 就当陪欢欢了 那衣术插开的那么高 也太暴露了 穿起来跟野蛮人一样 赵尖家布满道 还有那鞋子 那么高的脚跟根本走不动 你不想穿那就不穿吧 怎么舒服怎么来 你也没强求 抱着闺女高高兴兴的走了进去 赵尖家气得不行 她觉得你就是存心作弄自己 而你洗漱之后 穿上了改款的中山装 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精神 你问洪姑 尖家呢 还没出来吗 她说不去 也不让小姐 洪姑撇嘴道 你轻叹一声 算了 可能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对她来说冲击不大 不去就不去吧 很快 你就来到了迎宾馆的天心台 每一次你都是在这里接待外邻 大厅里灯火辉煌 早几年 这里用的还是昏黄的涨气灯 而这一次 犹如殿堂一般的大厅里 一盏巨型吊灯 从上垂下照亮了整个大厅 什么叫她娘的亮炉白状 这就是 各朝的商骨都痴痴的看着那一盏掉了 不明白她为何能发出光来 天哪 这简直比淮南子里记载的人鱼高辣还要亮 不能看久 眼睛都花了 天心台的迎宾看到这些土包子都不屑的皮子 坐在一旁被众人包围的夏宁沉声道 这个貌似叫电灯 比任何蜡烛都要好一百倍一千倍 这一次万国大会 一定要想办法拿下这笔生意 张松年点点头 这估计就是今年万国大会最赚钱的声音 到时候恐怕又是一番纷争呢 夏宁不由看向不远处的李无忧 那艘狐狸 晚上穿得特别骚气 半个球兜落外面 怎么不脱光了来呢 李无忧则是自信一笑 今天路郎之所以不好意思接纸 应该是人太多了 若是公然叛国多难看 今夜 我必须拿下她 哪怕暗中让她接纸也行 王德小声道 公主 委屈你了 委屈 我可不觉得自己委屈 李无忧笑了笑道 这么优秀的男人 哪个女人看了不动性 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征服我 让我心甘情愿地跪在地上伺候 你看那男人婆 还不是卯足了 竟想跟我抢男人 可不能让她抢走吗 要不然大夏威夷 王德认同的点点头 就在这时 外面有人喊道 路线令来了 众人纷纷看了赢了过去 一口一个路线令 就跟看到自己 清洁式的说不出的热情 路远哥哥 夏宁也是提着裙板急忙赢了过去 路郎 李无忧也不甘示茁 两女齐齐拉住了你 特别是李无忧 半个身子都靠在了你的身上 整根手臂都陷入了绵软之中 少女的体相扑鼻而来 都把你给弄上火了 左边看看 大 真的大 右边看看 大 大的都快爆炸了 周围人都艳羡地看着这一幕 但他们甚至连多看一眼的胆都没有 你们别这样 我是有妻女的人 你义正言辞得道 那女人有我身份高吗 有我爱你吗 夏宁道 她有我又大吗 你看我屁股 一看就是生儿子的料 李无忧甚至拉着你的手 放在了大漠盘上 那一瞬间的触弯 吓得你急忙抽了回来 妈的 这两个小蹄子侦探娘的魔忍 但是你是有原则的人 艰难地抽出手臂后退了一步 你们俩给我正经一些 要是再动手动脚 就离开北洋行 陆元哥哥别这么无情嘛 你那个女人对你半点笑脸都没有 一看就不是真心喜欢你 就是 要不然这么重要的场合 她为什么不陪你过来 虽然白天你拒绝了我 但是女人的直觉是很敏锐的 那个女人对你并不好 对吗 两女一唱一和 居然短暂地放下了成见 你听后有些扎心 你又不是木头 其实赵监家的态度你能感受到 那种冷冰冰真的很让你很是沮丧 两女见你不说话 正打算乘胜追击的时候 赵棘手里抱着欢欢 心冲冲地从外面跑了进来 路师 我师娘来了 众人都不由自主看向了门口 夏宁跟李无忧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女人的直觉也告诉他们 这女人很美 也很难对人 不是个省油的灯 你更是惊讶万岁 你看向了门口 就看到外面一个恶魔的声音 缓缓的走 当她踏进天心台的那一刻 在场所有的男人都下意识地吞咽了头水 随即一个个都露出了诸葛想 天 天老爷啊 这 这也太美了 接上级 当赵监家刚走进来的那一刻 琪琪的旗袍搭配上红色的高东西 那股婉约和女性妩媚融合在一起 刺激着在场每一个男性的时局 那一瞬间 夏宁的热辣 李无忧的风骚 在这一刻都相形见诸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赵监家走到了你的身边 很是自然地挽住了你的手里 他甚至都没拿正眼看两人 那种无视蔑视 把夏宁跟李无忧气的胸口剧烈起伏 不晚 来得刚刚好 你咧嘴一笑 然后小声地道 旗袍很合身 你穿着很美 赵监家听后心跳陡然枷锁 随即白了你一眼 要不是欢欢吵着要看烟火表演 我才不来 你不可置否地笑一笑 随即带着赵监家走到了大厅中间 欢迎诸位齐聚北梁县 陆某代替整个北梁县的百姓 欢迎诸位远道而来 你举起了手中高脚酒杯 来 敬你们一杯 众人也纷纷举杯 敬陆县令 放下酒杯后有人笑着他 陆县令 这烧刀子可真是好酒 今年是不是该重新拍卖售卖权了 是啊 三年期限已过 今年是不是该重新拍卖了 烧刀子就是晚宴宴请他们的酒 三年前 被大井的红运商会 以五十万两拍走了三年的独家售卖权 这三年他们起码赚了两百万年 红运商会当家人千百万急忙的 入县令 三年前咱们可是说好了 我们红运商会有优先续约权 老钱 你已经吃了三年毒食了 该让让了 原本还客客气气的富商们 此刻为了一杯酒争抢的焦头烂盒 然而却无人敢动作 因为这厅内都是鹤枪实弹的士兵 谁敢闹是一枪带头 赵坚家心中大振 这烧刀子他也喝过 当时还以为是大银银酒 没想到居然是北梁破产 这些疯狂的富商 居然愿意花七八十万两 买一个国家售卖权 再想想自己 贵为大前皇帝省吃俭用的 一文钱恨不得掰成两文钱来用 国库空的跟内裤一样 比他脸都干净 这落差让他心里特难受 再看那狗男人 没有半点情绪波动 只是淡然的白白手 别争了 不就是一个烧刀子 万国大会的时候会拿出来竞拍的 还有金言 白糖 茶叶 陆县令 这些生意都该重拍了 是啊 咱们日盼夜盼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富商们哀求了起来 生怕你不拿出来拍卖一样 赵尖家沉默了 他在京城求爷爷告奶 勉为其难让那些商人捐了一点 而这些人挥舞着经营 就差给陆原跪下了 还是不收不行的那种 都有都有 急什么 你叹了口气 你们都跟我打了几年交道 怎么还跟没见过世面的土鳖似的 我北梁县难道只有这一点好东西吗 告诉你们 这一次我北梁县的好东西远超以往 众人都露出了欺盼的眼神 哈喇子都差点被你给缠出来了 诸位 我觉得你们都错了 咱们现在站在宝库门口 却不入其门呢 王大宝笑了笑 向着你恭敬意 大老爷 小的去年来这天心台 可没有这吊灯 去年那沼气灯就已经让小的大开眼界 从此摒弃了蜡烛 现在看到这吊灯 我觉得那沼气灯就犹如萤火虫与大热一般 此话一出 众人都反应过来 对对 王老板说的没错 陆县令 这吊灯生意今年会拿出来吗 如果拿出来 新家荡场我也 众人都痴迷的看着那巨型吊灯 夏宁跟李无忧也对视一眼 梁女心底闪过一个念头 这吊灯必须拿下 梁女打了个首饰后 两国的商会就开始报价了 30万两 50万两 80万两 仅是眨眼的工人 价格就叫卖到了200万两 大钱的商会也急了 看向赵吉 世子 您倒是说句话呀 这吊灯咱们到底争不争 赵吉也有些头皮发麻 先等等看 马三宝都抹了 一个烧刀子就价值近百万 这还没算上白糖茶叶等生意 若是加上这吊灯 岂不是五六百万两 一个北梁县 居然比大钱一年的税赢收入还要高 这怎么可能 赵坚加搂住你的手 也不由自主加大的力道 他耳边只有一句话 200万两 200万两 要是他有这200万两 能做多少事 正当他想着 那狗男人又轻描淡写的白白手 区区200万 你们当路某是乞丐呢 听听 这是人说的话吗 什么叫区区200万两 马三宝抱住自己的脑袋 感觉都要疯了 那么多赢 还不堆满整个库房 赵坚加也是米的嘴盆 心肝都在颤 200万两还嫌少吗 这狗男人也太贪心了 就不怕这些人被吓走吗 吓您再次走到你跟前 嗲声嗲气的道 入园哥哥 看在咱们是熟人的份上便宜一点行不行 我把自己当礼物送给你 男人婆 你配当礼物吗 李无忧直接开骂 就你那二两不值钱的肉 鹿狼根本瞧不上 鹿狼 我们大下不差钱 240万两外加一个我 全都打包给你 你接不接圣旨都无所谓 哗 众人哗然 240万公主盗贴 还不用接圣旨 他们是不是没睡醒 王德一挑眉 却没阻止李无忧 骚狐狸 你存心跟老娘做对事吗 下宁气的不行 300万两外加一个我 不用接圣旨 两女斗出了火气 价格一路飙升到了500万 500万两就算是大姐跟大下 都有些难以承受 公主 消消气 冷静一些 张松年是冷汗直流 王德也上前拉住了李无忧 公主殿下 不要跟大姐的野蛮人一般见识 500万两 你还真的挺想答应的 但是这吊灯的价值 可远远不止这点 行了 你们也别争了 这吊灯只是产品之一 算是一个副产品 真正让吊灯发光发热的 却是这一次北梁的核心产品 那就是 电 电 众人面面相许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大老爷 小的愚钝 这电是何物 莫非是天上的雷电 王大宝半开玩笑的道 老王 你说到点子上了 这电 还真就跟雷电差不多 你笑着道 我夜观星想 找到了一个 可以预使雷电的方法 然后用着雷电发光发热 当然发光发热 只是其中一个 微不足道的能力之一 围绕着雷电 衍生出来的副产品 还是关键 众人都傻眼了 预使雷电 你以为自己是雷神吗 王大宝扫子发起 大老爷 您 您没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 你一脸正色的道 周围人都陷入了迷茫之中 雷电代表着天前 自古以来都是上方的权柄 现在居然有一个人 说能够预使雷电 这无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 召集也猛了 陆 陆诗 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法宝 就跟那个西游记里面写的那样 你神秘一笑 确实没有解释 总之 我可以将这个雷电 输送到你们的境内 有了这个电 就能让吊灯发光 但是电不是免费的 一度电十两银 一度电可以让普通吊灯 持续明亮一天左右 而今年北梁县 可对外输出雷电 大概在一百万度左右 先到先得过气不后 咕噜 在场的人都下意识地吞咽口水 一百万度电 一度十两 那岂不是说啊 这雷电一年就能够为北梁 创造一千万两的收益 难怪陆园连两百万两都瞧不上 五倍的差距 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马三宝狠狠抽了自己脸一下 心里暗示自己这不是真的 这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脸上的疼痛却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真的 夏宁沉默了 你无忧也咬着红唇 用忧愿的眼神看着你 这男人还真是不解风情了 不过他虽为公主 却太了解钱财的力量 若是拿一千万两给他父皇 父皇转头就能把他给卖了 所以他必须嫁进北梁钱 那样的话 这些日后都是他的 王大宝猛的反应过来 大老爷 小的可不可以先要二十万度电 千百万也反应过来 路线令 前某要十五万度电行吗 紧跟着所有商会的老板眼神都狂热了起来 虽然一度电十两林子很贵 但是 你只是说把电输给他们 又没说不准他们输给别人 到时候转手二十两一度卖给别人 人商会的人也纷纷报价 整个大厅乱作一团 一个个都是唾沫横飞 睁得脸红脖子粗 赵坚加眼神无比的复杂 这狗男人就半点不心 那可是一千万两的生意 差不多是大钱国库三年的税银收入 若是有了这笔银子 他绝对能够扭转乾坤 你笑了笑 今夜咱们吃饭撕酒看烟火 不谈金钱 等万国大会开始后 大家各凭本事 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 结果你说不卖 好似他们上新楼 裤子都脱了一半 结果你来一句卖一不卖身 这不是耍他们吗 一时间 不少人都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眼神灰暗 跟死了爹妈似的 来 奏乐 你打了的响指 周围的乐团顿时开始奏乐 柔和的曲调响起 大厅里的灯光变得炫烂起来 你后退一步 微微躬身伸出手 这位美丽的小姐 可否跟我跳一支舞 赵坚加看着你 所有人都朝着他看了过去 他甚至还看到下宁泽里 无忧快步走 他伸出手 小声的道 别紧张 这是交际舞 是北梁特有 跟着我的步伐来 很简单的 赵坚加冷哼一声 谁紧张了 你的笑声让赵坚加有些不服 和你身上的气息 却让他的思绪飞到了五年前 这两个公主这么喜欢你 为何不答应他们 赵坚加努力让自己保持亲戚 故此发问 我有欺女了 为何要答应他们 你嗅着他身上的香味 内心说不出的宁静 再者 我是大钱人 岂能卖国求荣 你的回答让赵坚加内心溢暖 不过想到这狗贼太能迷惑人 他又打起精神 下井两国皇帝如此重视你 大钱皇帝却是女巫巫 你就半点不难过 为何要难过 他都不知道我在北梁做的事 又怎么会封伤我 你笑了笑 有些得寸进尺的将下巴 靠在了他的肩膀上 也不怪赵坚 是我让他们隐瞒的 话落 你就感觉自己脚尖一捅 随即兴兴地抬头 就看到赵坚加羞红了脸 一脸恼怒地看着自己 交际舞就是这样的 你当我瞎子 赵坚加气脑极了 这狗男人就是变着花样 占自己便宜 你盯着他温润的红唇 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 随即强迫自己转移视线 总之我不想让皇帝知道 也不想封侯败想 为什么 你不是挺有才的 为何不报效国家 反而要在这北梁之地苟起 那些有知知识 哪个不是一心为国为民 赵坚加不懂了 说路缘忠诚 他做的事都够自己 将他诸食变九族了 说他不忠 血底的驻两国的招揽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 爱国非要满世界的宣扬吗 你撇了撇嘴的 我这个人还是有自知之名的 我就不了一个国家 那我就救一州百姓 如果我就不了一州百姓 那我就救一县之名 如果我连一县之名都救不了 那能救几个世纪 但在这之前 我得先保护好自己 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封侯败相对我来说太远了 朝堂之争是我厌恶了 在这里多好 当个土皇帝 我说了算 我想北梁县是什么形状 他就得是什么形状 皇帝老子的话我也不用听 而且很多事情 就连皇帝都无能为力 要不然怎么会有皇朝 跟他改行义者呢 所以我心很小 保护自己保护北梁县 就是我的目标 现在又多了一个 那就是保护你的母女 胆小 懦夫 说得再好听也不过是借口 赵尖家偏过头去 或许吧 谁不怕死呢 如果我让你去京城 去报效国家呢 赵尖家转头认真地看着你 我走了北梁县怎么办 换谁来我都不会放心 这里有百万之众 哪一个不依靠我 尖家 我心很小 容不下整个天下 我知道你来自京城地位高贵 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 但我应该不是你心中 那种心怀天下的男人 你腐笑一声 我只想凭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和身边人过得好一点 赵尖家气他胸无大志 又不由松了口气 似乎这样的人或许才好控制 我没逼你 我只是觉得你有这个能力 那为何不是一事 赵尖家寻寻善诱道 不了 太累了 管一个北梁县都把我累够巧 去京城那步把我累死了 你说什么都不愿意 气得赵尖家想咬你一口 没志气的狗男人 就知道在穷乡僻壤作威作福 没出息 生完闷气后 赵尖家又生出一个想法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 你迟疑了一下 当然想了 不过 你想告诉我 我不问你也会说 赵尖家道 其实你猜的没错 我家的确跟朝廷有点关系 你急忙道 我老丈人担任什么官职啊 要不你回去劝劝他 让他辞官算了 跟着大前混没前途的 这天下迟早要完 还不如到我这里来 我肯定能保护你们一家 赵尖家都气笑了 这狗男人 还说自己没有反省 张口闭口就是大前要亡 一看就是打算留在北梁四季而懂 什么官职你就别管 反正跟民生有关 你一乱 互不得吗 赵尖家不说话 你又劝道 尖家 你信我 长则三年短则一年 这天下必将彻底大乱 到时候 大前肯定会陷入泥潭之中 现在还能抽身 要不然就晚了 赵尖家特想刀了你这混蛋 难道自己是个王国皇帝 就这么无能 在大厅里狂奔 马三宝在后面狂追 祖宗 您慢点 别摔着了 你也是皱起眉头 劝说无用 只能先想办法帮一帮他 就在这时音乐停了 闪烁的灯光也恢复正常 所有人都一由未尽地停下了五步 唯有夏宁和李无忧 冷着脸坐在一旁喝闷酒 就在这时 大厅之外 树道绚烂的火光冲上天空后炸开 那五彩斑斓的烟火 照亮了整天夜空美的让人心嘴 赵姬驮着欢欢去了外面 大厅众人都一开了脚步 你拉着生闷气的赵姦家 来到了整个天星台观景最好的地方 周围被红沽鹰眼等人隔开 漂亮吧 专门为你跟欢欢准备的 以下意识地抽出了一根滑子 可看到赵姦家又收了嘴 真男人绝不让自己的家人吸二手烟 这是赵姦家第一次看烟花秀 爆炸的声响让他有些害怕 但那绚烂嘴碳的火光却让他出了神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东西 时长近半个小时的烟火秀完毕 今夜这一场宴会也彻底结束 跟众人辞别后 你抱着欢欢 小姑娘已经累得趴在你肩头不动 回到家中 你正打算把欢欢送到他们所在的院子 小姑娘却抱紧你的脖子不肯撒手 爹爹 欢欢做梦都想跟你睡 你和娘一起陪欢欢睡好不好 小姑娘哀求的声音让你心里不是滋味 你暗暗看了一眼赵姦家 心想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正打算找借口哄她 赵姦家却突然开口 好 娘 娘跟爹爹一起哄你睡 接上集 当你听见赵姦家答应一起睡的时候 你瞬间笑得跟菊花似的 然而赵姦家却冷声地 只是哄她睡觉 仅此而已 我懂 我懂 你在小姑娘肉嘟嘟脸上亲了一口 真是好闺女 欢欢兴奋地在床上蹦来蹦去 爹爹 这床好好玩 好玩吧 这床叫席梦思 也是今年刚造出来的 赵欢欢 你这么巧 床不坏吗 没事闺女 可敬蹦 蹦坏了爹爹给你换新的 赵姦家听后瞪了你一眼 然后看着那厚厚的床垫有些畜生 这北梁县就连床都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居然还能抱 他挨着床边坐下 那绵软又不失支撑力特别的舒服 这床怎么能抱 赵姦家有些好奇 这里头有弹簧 你可别小看着弹簧 除了北梁 这世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造出这玩意 你笑了笑又道 里头还有上等的棕榈叶 睡个十几年都不会塌陷 你未免也太小去天下人了 赵姦家不服得到 你笑了笑 工业不发达到一定程度 弹簧是很难制造 你也没解释 只是盯着小姑娘 生怕她摔了 听到这笑声 赵姦家心里很不舒服 有心想要跟你变一脸 但小丫头玩得太累了 躺在你身边 你一边给她啪汗一边听她说 爹爹 欢欢从来没这么高兴 以前大部分时间都是欢欢一个人玩 娘也没时间陪我 那些人可坏可坏了 一个字的欺负我跟娘 有时候我都不敢哭 生怕娘难过 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偷偷哭 听后你心狠狠一久 难怪欢欢这么懂事 想必是受到了太多的欺负 你这臭丫头 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赵姦家看着你那心疼的眼神 然后说道 我平日里不是不管她 我懂 你轻抚着小姑娘的秀吗 做了一个近身的动作 另一只手轻指着她的背 嘴里哼着摇篮曲 不多是欢欢就睡着了 两久后 你停止了聪敞 小心翼翼的为她盖好路 正当你打算跟赵姦家说话的时候 却发现这女人居然也睡着了 只不过 即便睡着她依旧猝着眉头 睡觉的姿势蜷缩着 手放在身前 一副没有安全感的样子 是啊 未婚先欲 如此一人将孩子抚养长大 又不远千里跑过来寻亲 不是走投无路怎么会如此 你眼里满是心疼和自责 你也暗暗发誓 这辈子势必好好守护这母女 第二天一早 赵姦家从睡梦中醒来 睁开眼便看到欢欢像的虫子一样 缩在那狗男人的环脸 睡得特别安静 她猛的一紧 掀开褥子 才发现自己衣服都好好的 不仅暗骂自己太大意 最让她尴尬的是 她没有睡在枕头上 而是睡在你的手上 自己的脚也砸在你的身上 一时间她又是修脑又是尴尬 正打算偷偷远离 你突兀的睁开了眼睛 迷茫的双眼逐渐聚焦 你醒了 昨晚睡得如何 赵姦家僵住了 语气生硬的道 睡得半点也不好 你笑了笑 可能是还不适应席梦思吧 过几天就好了 你都陪欢欢睡会 我去弄吃的 说完 你抽出发麻的手臂 小心翼翼的起身 生怕惊动怀里的小天使 你刚推开门 一个人就从门外摔了进来 哎呦 天杀的 马三宝惊呼一声 马 马叔 早啊 你笑着打招呼 早屁 马三宝心里都骂娘了 本来他得守着陛下母女 结果这狗东西一来 他就只能守门外了 不远处的红姑弩了奴嘴道 他在门口守了一夜 你急忙将他搀扶起来 这马叔对赵姦家二人真的很好 换一般人 谁能跟太监式的守门呢 马叔辛苦了 奸家母女在我这里你放心 谁都伤害不了他们分毫 以后晚上就别守着了 马三宝心说能不守着吗 万一你这狗东西欺负了陛下的饭 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冷声道 真不想让我担心就给我本分点 你也没跟他掰扯 弄来了洗漱用品 又准备了许多点心 等两女起来洗漱之后 你真为小姑娘吃东西了 好事业快步走来 大老爷 审判大会和表彰大会会场都准备好了 那些宾客都已经入场 就等您了 你应了一声对赵尖家道 你是在家还是陪我一起去 你别管我 我自己会安排 赵尖家道 爹爹 我要去 那你娘咋办 我看完回来说给她听 欢欢一本正经的道 臭丫头 有了爹忘了娘 我就不该带你过来 赵尖家气得不行 自打跟这狗男人相认 孩子眼里已经没自己这个娘了 别气别气 一起去就是了 你可不能错过这种 增进夫妻之间感情事 说着 你吩咐曹事业道 多安排个位置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赵尖家醋没到 他不太愿意露脸 虽然见过他的人不多 但万一有人认出来了 总归是有暴露的风险 昨天那些使臣商团认识你 今天 我想让整个北梁县的百姓 都认识认识你 这个第一夫人 陆元 你别得意忘形 我跟你之间 除了一个孩子没有任何关系 赵尖家道 我赵尖家这辈子 不可能是谁的夫人 是是是 你说了算 你将欢欢高高举起 闺女 你娘不想当第一夫人 那你就当北梁县的第一小公爵吧 欢欢咯咯笑道 爹爹 欢欢本来就是小公爵啊 话若瞬间 赵尖家惊出了一身冷汗 赵欢欢你给我闭嘴 他冲过去将你手里的欢欢夺了过来 然后狠下心一巴掌 拍在了欢欢的屁屁上 让你胡说八道 以后还说不说了 欢欢顿时扁嘴 泪水在眼眶打涮 赵尖家 你打孩子作甚 你觉得赵尖家简直莫名其妙 也是心疼地护住了孩子 这里是北梁县 不是白玉京 在我心里我闺女就是小公爵 怎么了 就算当着皇帝的面我也这么说 不服气让他来找我 一边说着一边柔声地安慰欢欢 欢欢吸了吸鼻子 有些紧张地看着母亲 娘 欢欢错了 你以后再胡说八道就别叫我娘了 赵尖家被吓得不轻 然后撒起般地对你道 我管教孩子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插走 你这么宠你 他迟早会把他给关坏了 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他 你皱起眉头 以前孩子没人宠的没人惯着 但是现在 我来惯 我来宠 我来娇 谁敢在欺负我闺女 我弄死他 赵尖家特别想说有本事 你把我给弄死 但李治还是占据了上风 过两天我们就走 路远 你不愿意回京 也不愿意报国 就别说这种大话 你心里一阵窝火 你就想不通这女人 为什么这么古板这么多 闺女我先带走啊 你好好冷静冷静 说着 你抱着欢欢离开 马三宝看着两人不欢而散 也从一旁走出来 小姐 这里是他的地盘 咱们还是任一人 今天咱们的人就到了 赵尖家没说话 气冲冲地追了上去 马三宝也是叹了口气 灭人 灭人啊 很快 你抱着欢欢来到了审判大会现场 这里是北梁县广场 此时此刻周围已经聚满了人 夏宁 李无忧 赵吉 张维等人都在嘉宾席 那些商队的老板则是在观众席 你刚坐下就看到赵尖家冷得脸走过来 然后一言不发地坐在了你旁边的位置 见状 张维跟赵吉对视一眼 都不由苦笑起来 夏宁和李无忧看到这一幕也是恨得牙痒痒 好事业站在前面说完了开场白后 你到 审判大会开始 将俘虏压过来 先来的是蛮族的将人 然后小队长 最后面的才是士兵 一万多人跪在了地上 那场面说不出的震撼 而在北梁县的下风口 几国交接的地方 一万多个声势会腌制好的人头 铸成的金怪就摆放在那 震慑着所有途径北梁县的商队和敌人 其实审判大会就是总个过场 秀肌肉 增加百姓的信心和凝聚力 但这一次三国使臣在这里 无疑可以起到敲山政府的目睹 无论是大井还是大厦的人 都是神情凝重 他们可太知道这一战的分散多重 由曹师爷宣读完这些人的罪孽后 这些人尽数冲入了老改革 等待他们的将是永无凝聚的老祖 众人窃窃私语 那可是最满足精锐的战士 是上马就能作战的骑兵 北梁县居然一个都看不上 哪怕他们是俘虏 在大厦和大井都是招揽的对象 路线令也太拖大 简直抱歉千物 若是将这些人都吸纳 北梁县这样岂不是更强大 他们所想你又岂能不知道 北梁县百万之众 有上万蛮族人 这些都是普通的百姓是可以吸纳的 但是这些骑兵就不用了 你是不可能留下隐患的 火气问世 再给你一点时间 骑兵也没必要存在了 接下来的表彰会才是重头戏 这一次蛮族来袭 我北梁县两位烈士不幸重伤身亡 有请烈士英灵 两队士兵抱着烈士骨灰黄缓组 原本吵杂的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全体起立 揍哀乐 我哀 你起身低下头 脸上露出了悲伤 赵建家扫了一眼众人 让他震撼的是那些北梁县的百姓 无论男女都纷纷摘下了帽子单膝跪地 幼童则是双膝跪地向那些英烈扣手 沉重的哀乐奏响 曹氏也满腔悲愤的念诵着烈士的身体 甲二狗 北梁人士 年十七 未婚 入护卫军三年 丁勇作战 今为北梁百姓献出宝贵生命 陈大牛 北梁人士 年十八 已婚 育有一儿一女 入护卫军四年 在你眼里他们只不过是个孩子 可就是这些孩子撑起了北梁县的天 纵然你已经看待了死 但并不意味着冷血 相反 你更加的尊重生命 风 那些百姓也不由哽咽了起来 孩子们 看到那两位英雄了没有 以后要像他们一样 丁勇杀敌护卫百姓 一个长者气不成声的对自己的孙儿道 玩门 一路走好挖 一个老婆婆悲痛的 那一瞬间 全城的百姓都在高喊 英雄们 魂归来西 那声浪 让夏宁失声 让李无忧失去了思考 他们不知道 为何小小一个北梁能有如此的凝聚力 那是他们国家不从拥有 赵极也红了眼眶 我总算知道为何北梁县百战百胜 张威也敢叹道 因为 这些人是骨子里爱着一片土地 爱这里的百姓 他们怎么能不强呢 马三宝觉得鼻酸的厉害 嗨 这狗东西 还挺煽情的 李毕 请令军大人讲话 好事也哽咽道 你脚步沉重走到了烈士骨灰前 轻柔地履平了上面的北梁军起 兄弟们 感谢你们为北梁献做的一切 人故有意思 或轻于红毛 或忠于山月 而等牺牲是北梁全体的损失 从今日起 而等入北梁英烈龙 想全城百姓相伙 我路远向着全城百姓启示 必照顾好而等亲人 若有违背不得好死 你右手向天 冲着全城的百姓道 处老乡亲们 兄弟们 姐弟们 如何才能让英雄安息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用蛮族之血祭奠英雄之魂 所有百姓齐齐吼脏 杀杀杀 那是百万百姓的意愿和愤怒 是任何人都要畏惧的东西 你要让所有人知道 北梁县的百姓是惹不得的 惹毛了是收不了场 那震天的杀声让赵尖加尔国生疼 这沸腾的名义是他从未见过 说得对 血仇须以血来报 我北梁县是惹不得的 惹毛了要让他们死光光 以攥着拳头高声道 万国大会结束之后 踏平蛮族 给这些年死去的英烈一个交代 哗 那一瞬间在场的兵客都哗然了 无论是张松年还是王格 内心都隐隐畏惧起北梁县来 一个能随便击垮十万骑兵的事 最好还是不要得罪 否则蛮族就是前车之剑 赵尖加也莫名觉得震贪 诛灭蛮族吗 他父亲直到死都在念叨这件事 现在 陆园能完成父亲的遗愿吗 大老爷万岁 令军大人万岁 全城的百姓都山呼万岁赞颂鼓 这一刻 万众一心 明星可用 你的目的也达到了 将前一百名战犯斩首祭奠英魂 随后 那些蛮族将领 小头目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斩首 硕大的脑袋滚落一地 星红的血液字翼的流淌 赵尖加捂着欢欢的眼睛 内心却无比的震慕 你回到位置上 表彰大会 继续 随后那些富商的将士 还有杀敌的战士 都记录在侧 随着曹师爷宣布 要么连胜三级 要么升一级 但是前赢奖励都很丰厚 在场的人都算了一下 就这么一会功 你就算出去二百多万两赢 何计一个人投二十两赢 而且是真金白银的发放 把使团和商队众人看傻了眼 什么叫豪横 这他娘的就是豪横 换谁不死心他地的给陆园卖命 表彰大会结束之后 你就马不停蹄地去万国展览会 做最后的市场 而北梁县即将对蛮族用兵的消息 也飞快地传了出去 蛮族龙庭 黄金帐内 年迈的投曼疲惫地靠坐着 虎皮大一上 看着两个儿子争论不休 说不出的厌恶 要不是你听信下朝的人 我们怎么会输得这么惨 你还不是暗中跟大警友来往 看着两个儿子互相接对方老子 投曼说不出的分子 够了 乌孙 也先 你们两个给我闭子 父亲 这一仗也先必须复作 乌孙愤怒得到 要不是他听信下朝人的话 略结了张威 再哈也不会惨死 咱们也不会损失三万多精锐 那也比你想要依附警朝好 也先冷笑一声 依附警朝怎么了 不过是逢场作戏 这样一来 咱们就能够源源不断地 从警朝获得物资补充 现在陆园已经把周围的 百姓全都掠走了 咱们上哪补充物资 难道你要让狼神的子民放马归山 学着那些农民种地吗 乌孙怒声道 还是说你打算跟陆园拼的 你死我活 这些年下来咱们吃的亏还少 我宁愿打大厦大警 也不愿意再攻北梁县 你怕了 我没有 乌孙双目赤红 眼中闪过一丝暴力 也先 要是没有了狼气味 完族迟早消亡 刚才有消息传来 陆园在北梁县广场 斩杀了咱们一百人狼气气 万国大会后将举兵前来 你怎么当 靠那三十杆烧火棍 还是那几十颗